第1541张败 孤狼 难道是赤越大陆的人 湛江 到底是何等湛江 如此强大 第一湛江 王晨脑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暗影流沙曾经说过第一湛江强悍无边 难道便是孤狼 若孤狼是赤越大陆的魔江的话 王晨第一时间便是想到了第一湛江 因为 这个孤狼给王晨带来的压力 带来的震撼 但比起暗影流沙来说更加强大 不 不是 这个想法刚刚出现 却是被王晨否定 赤越大陆第一湛江 身份何等荣耀 怎么可能出现在魔界这边 而且 当初王晨跟暗影流沙的交流当中 似乎隐隐地察觉到 暗影流沙口中的赤越大陆第一湛江是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会是孤狼 所以 王晨几乎将这个身份给否定掉了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第一湛江之外 孤狼还会是什么身份呢 赤越大陆 难道当真也是如此的强者云集 年轻一代竟然出现了如此人物 王晨的眼神却是一下子变得复杂了起来 很意外吗 没错 我是来自赤越大陆 但是 我的身份 你就不必知道了 面对王晨的差异和震惊 孤狼笑了笑 杀 下一刻 一声怒吼孤狼杀气凌然 朝着剩下的四尊罗汉杀去 这一刻 孤狼手中的残刀不断地发出一阵阵低沉的轻盈声 似乎在宣泄着杀机 似乎在爆发着战役 那些原本王晨调集起来镇压孤狼的盛气 此时竟然是一点点的被排开 虽然对孤狼的战斗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 在此刻孤狼爆发之后 这些东西压制为乎其为 实力 还是实力之上的绝对差距 让王晨根本无法与孤狼抗衡啊 就算是九天圣堂再强悍 那却也不是无敌的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一切都无用 这一刻 孤狼的实力 最起码是踏入到了弦阅集当中了吧 比起之前让王晨震撼的葛号 更加强大 修修 尖锐的破空声传来 荧光闪烁 杀招轰出 十三剑的威力在组合之下 被爆发到了最极致的地步 最简单的招式 在组合和应变之下 如今却是成为了最强悍的招式 每一招一式的速度 更是快的连王晨都难以看清 扑扑 鲜血飘洒 转眼之间 又是一尊罗汉轰然倒地 猛虎罗汉 探守罗汉之后 第三尊罗汉被斩杀 紧接着 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尊罗汉 第五尊罗汉 全部被轰杀 以 不是我的对手 面对最后剩下的巨像 罗汉和王晨 郭狼冷冷地横道 实力 在绝对的实力之下 他彻底压制王晨 王晨根本就无法与他抗衡 就算王晨 在这一刻已经是 亲近全力的调集圣器进行压制 却也是无济于事 造成的影响 根本来不及弥补实力的差距 而且 时间 太短了 灵 兵 斗 面对如此局面 不甘心的王晨 深吸一口气 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他几乎将体内 所有的真元力爆发而出 融入星辰之力 一瞬间轰出了九子真言当中的六字真言 第七字真言 如今的王晨 却是实在再也难以轰出了 呼呼呼 羞羞 杀 伴随着王晨六字真言轰出 一瞬间 圣唐风云变幻 在圣唐之下 这些真言都是受到了巨大实力增幅 威力比起外界来说不知道强大了多少 气势惊人无比 那肃杀的气势 那圣洁的气息 那恐怖的刀锋 这一切 足以让一个强者胆寒 让一个强者战斗 但是 面对这一切 此刻的孤狼却只是眼睛巍巍地瞇了起来 很强大的招式 若是你全胜时期轰出 或许我会忌惮 或许 你进入大圆满级别 配合上这强大的领域以及实力的提升 我会难以抵挡 但是 如今的你 却只是星辰九级中期 我 无所畏惧 看着一波波气浪朝着自己冲来 看着那百丈长兵击射而来 看着那圣人一掌轰下 看着那修罗 孤狼的眼睛紧紧地瞇了起来 破 一声怒吼声之下 孤狼骚然踏出三步 瞪瞪瞪 每一步 都仿佛是让圣堂颤抖了起来 每一步都仿佛是让气流凝固了下来 羞羞羞羞 白光闪烁 无尽的虚影连成了一片 这一刻 之前王陈宁绝而来镇压孤狼的那些浓郁无比的盛气 竟然在这无尽的杀气之下 在无尽的剑气之下 全部被排开 圣堂 遭受到了强大的挑战 轰隆隆隆 发挥到极致的十三剑杀招再次轰出 百丈长兵身形骤然凝固 下一刻 轰然爆破 那凶猛无尽的修罗 身形戛然而止 下一刻 化为无尽虚影 那九天之上的圣人一掌轰然凝固 下一刻化为繁星点点 一瞬间的功夫 在九天圣堂之内 一阵阵的爆发声 轰鸣声传来 让整个圣堂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竟然在最短战的时间之内 这孤狼用迅猛无比的十三剑破解了王陈的六字真言 扑扑扑 融入了自己神魂之力的六字真言这一刻土崩瓦解 让王陈脸色刷得一下苍白了起来 身形一阵 朝着后方倒退出了好几步的距离 然后张口之间喷洒出了一口的鲜血 王陈 此刻 神魂遭受到了巨大的震荡 瞪瞪瞪 同时 孤狼破解这六字真言却也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接连的爆发之下 接连的猛烈撞击之下 孤狼身形也是朝着后方倒退出了好几步之后 嘴角溢出了雨一口鲜血 弄弄弄 九天圣堂在极致的爆发力之下 终于产生了一道道裂缝 仿佛是随时都要崩溃一般 圣局 在这一刻已经是呈现了出来 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孤狼已经获得了胜利的局面 他稳住身形之后 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走到了王尘前方数十米的地方 看着王尘 你 败了 这领域 我随时可以破解 逝去了罗汉 你这领域 比起寻常领域 甚至更差 看着王尘 孤狼缓缓地说道 残刀一挥 他指着王尘 我 随时可以杀了你 孤狼神色冰冷 一番话 让王尘神色一领 面色变幻 此刻 王尘的眼中 却是露出了一丝失望 失落 还有无奈 自己的实力 在孤狼的面前 难道还是如此的弱小吗 玄月级 难道真的比玄月级差了那么多吗 他有一些不甘心 但是 却也是无可奈何 要杀便杀 这一刻 王尘知道 大势已去 他能够施展的手段几乎都施展了 唯一没有亮出来的便是万鬼令 只可惜 如今的万鬼令 人恶鬼太少 威力不大 加上恶鬼领域被破除 他施展根本无用 王尘放弃了继续抵抗的想法 徒劳无用罢了 杀了你 或许 你应该欠我一条命 听到王尘的话 孤狼的神色一变 片刻之后 胆大地说道 道影一闪 王尘的一缕法丝飞扬而出 下一刻 残刀被收入到了孤狼的怀中 自尊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 没有实力 便是没有自尊 冷冷地看着王尘 孤狼继续说道 虽然 给了王尘三次机会 王尘都放弃了 以孤狼的性格 此战 王尘必死 但是 这一刻 孤狼却还是放弃了想法 王尘施展出来的领域 让孤狼产生了兴趣 甚至是少有的点燃了 孤狼心中的战火 这是孤狼放弃 斩杀王尘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王尘与孤狼 并没有任何的仇恨 他无需斩杀王尘 甚至 他不会让王尘 这么轻易地死去 因为 这关系到很多的事情 这一刻 孤狼的脑中闪过了 那一道身影 神色却是变得 更加落寞了起来 王 我很快便会回来 等我 处理完了这边的事情 我便回来 说到这边的时候 这孤狼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眼中闪过了 一丝凌厉的杀机 这一抹杀意 甚至是让此时的九天圣堂 都微微凝固了起来 在这样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样盛起浓郁 纯净无比的世界当中 这一抹杀气显得格外的突出 显得格外的清晰 让王尘都忍不住心跳 这孤狼 为何突然之间爆发出了这么强大的杀机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年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必须抓紧时间了 只是 孤狼确实没有理会王尘那么多 他喃喃自语着 紧接着 看着王尘 撤去领域吧 他朝着王尘缓缓地说道 不但如此 这一刻孤狼更是早已经恢复了自己原先的模样 只是衣服显得破烂了许多罢了 我知道了 面对此刻的局面 王尘还能说什么呢 书 少有的 王尘心服口服地认输了 欠你的人情 我会还 然后 王尘深深地看了一眼孤狼 沉生说道 话音落下 洗身 他深吸一口气 撤 手中服硬捏出 下一刻 空间扭曲 逐渐地 九天圣堂消失 逐渐地 之前的雷台 斗兽场 再一次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当中 两人 这一刻 回归到了斗兽场当中 第1542章实力提升 华 伴随着王尘与孤狼再一次出现在雷台当中 之前杂乱不堪的斗兽场一下子哗然了起来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谁赢了 到底是谁赢了啊 看着两人 众人无不疑惑不已 因为 此刻两个人依旧是站在雷台当中 并没有办法一眼看出谁胜谁负 孤狼的衣服都破了呢 是啊 难道是他输了吗 这王尘 不对 孤狼看起来面色正常 你们看看王尘 他的面色苍白 那是王尘输了 在还不知道结局的情况下 所有人更是都猜测了起来 谁胜谁败 这一刻 却是谁也不知道 出孤狼失败的 那是因为此刻他们看到孤狼的模样似乎颇为狼狈 一闪破烂 头发凌乱 嘴角还挂着一丝的鲜血 身上还有一道的伤痕 而说王尘失败的 则是因为此刻王尘面色苍白 嘴角同样挂着鲜血 看起来给人一种虚浮的感觉 到底是谁胜利了 包厢当中 宁儿此时也是双眼紧紧地盯着场内的情况 带着一丝好奇的声音询问道 在宁儿的身边 柯瓶眉头紧锁 却是沉默不语 唯唯咬着嘴唇 他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尘 今日给他带来的震撼 很大 空间的施展 让柯瓶更是觉得 王尘是如此的陌生 我 输了 就在众人猜测万千 议论纷纷的时候 终于 在擂台上 深吸了一口气 王尘面色复杂地看了看孤狼 然后 沉生说道 华 一番话 激起千重浪 输了 王尘输了 他认输了 果然 孤狼更强一些 面对这个结果 不知道多少人敢看 认输 谁也没想到 王尘在这一刻选择了认输 如此说来 战斗的最后结果就是 孤狼获胜了 他 果然还是更强一点啊 所有人盯着此刻 说完了这一番话 便是转身静止朝着 擂台之下走去 并且直接朝着 斗兽场外走去的王尘 感慨万千 他 输了吗 这个孤狼 到底有多强大 凝视着王尘的背影 包厢当中 宁儿也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此刻 王尘的背影 让宁儿忍不住有一种同情的感觉 他 不需要同情 只是 这一丝同情才刚刚出现 旁边却是传来了柯颖的话 仿佛是看穿了宁儿的想法一般 柯颖轻声说道 他 不需要同情 强者 不需要同情 同情 是对他们的侮辱 柯颖这一番话 却是说的坚定无比 眼神越发的复杂了起来 同情 就是侮辱 柯颖的话 让宁儿一愣 下一刻点了点头 目光凝视着那一道身影逐渐的走出斗兽场 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 半决赛第二场 孤狼获胜 直到王晨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擂台之上 组织着一场比赛的老者这才连忙宣布 孤狼获胜 进入决赛 到这一刻为止 可以说 这一次的大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尾声状态 决赛两个人已经产生了 而参加三四名决逐的人也已经产生了 三日之后 最后的决战 将会在这个擂台当中再次拉开 走吧 比赛结束了 三日之后 再来看最后的决赛吧 三枚悬月单的归属 还有那三个珍贵的名额 到时候会有最后的归属 听到下方老者的宣布 柯莹看了看宁儿叹息道 齐敖 还是失去了这一次大赛的机会 这让柯莹依旧感觉叹息 只是 在看了今日的战斗之后 这一份叹息 确实已经减少了不知道多少 恩 听到柯莹的话 宁儿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 这才跟随在柯莹的身后 朝着擂台之外走去 三日之后 最后的决战 王辰 段天润 你们谁会获胜啊 宁儿的脑中 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 叶木 逐渐地降临 在今日斗兽场的疯狂之后 苍龙城再一次陷入到了安静当中 只是 相比起前几日 今日城内的人员似乎更多了起来 其中不乏一些强者和贵族 苍楚郡的斗舞大赛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近日的半决赛 三日之后最后的决赛 这两天的比赛或许才是真正受到那些大能和强者关心的东西 所以 从这两日开始 更多的强者和贵族开始涌入到了苍龙城之内 叶木之下 苍龙城此刻显得繁华无比 而在苍龙城内的一处小客栈当中 此刻 王辰却是盘膝在屋内 沉入在修炼当中 滑滑滑 体内无尽的真原力滚滚而动 星辰之力在王辰的牵引之下 不断地涌入到了他的体内 这让王辰的伤势开始一点点的修复 林烨 来 片刻之后 王辰睁开了眼睛沉声喝道 林烨 王辰张口之间便是吞服下了一口的林烨 滑滑滑 在林烨的滋润之下 王辰今日遭受到的神魂创伤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了起来 今日之战 王辰不但是失败了 而且神魂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领域接连被迫 六大罗汉 只有巨像罗汉没有丧命 这一切都给王辰的神魂带来了重创 若是常人的话 如此的神魂创伤或许没有三五个月 甚至是一年的时间都难以恢复 但是 王辰却拥有林烨的帮助 在林烨的滋润之下 王辰的神魂以恐怖的速度开始恢复了起来 灵气翻滚 灵液扩散 真元滚滚 王辰的体内 此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在这些灵液的帮助之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终于王辰的神魂微微颤抖了一下 却是彻底地恢复了起来 紧接着 王辰却是将剩余的灵液能量迅速地融入到了自己丹田内的小世界当中 小世界在灵液的滋润之下也是越发的凝食了起来 外界 无尽的星辰之力和灵气的涌入进一步壮大王辰的小世界 一颗颗星辰这一刻在小世界当中闪烁着绚烂的光彩 当小世界达到了一个极限之后 王辰这才呼出了一口气 停止继续壮大他的小世界 恩 而就在王辰刚刚停下的时候 他却是微微地诧异了一下 因为 王辰在这一刻 竟然是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 感受到这个契机 王辰瞬间是变得兴奋了起来 这几日下来的战斗 让王辰不断地承受巨大的压力 神无血脉 越战越强 这个特性开始逐渐地展现出来 尤其是今日与孤狼的战斗 让王辰得到了不少好处 当然 更主要的是圣草的能量 数日之前在城外炼化圣草 王辰却是遭遇到了廖长老的袭击 这让他不得不放弃了对圣草的彻底炼化 将那时候没有来得及炼化的圣草能量全部聚集起来 暂时压缩到了丹田当中 在这几日的战斗之下 这些能量如今一点点的被激发了出来 神无血脉 圣草能量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中 王辰的实力 终于是在今日开始提升 哗啦啦 气机出现 无穷无尽的能量似乎是受到了牵引 开始在王辰的体内疯狂地奔腾了起来 面对这个情况 王辰并没有着急 他连忙逐渐地控制这些能量在自己的身体当中洗刷了起来 一股股能量的洗刷 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能量 终于 在运转了三十六周天之后 这些能量达到了一个顶点 走 在如此情况下 王辰一声冷哼 下一刻带动这些能量朝着那一层枷锁冲击而去 通隆隆 通铃声震动 王辰的身体微微地震荡了一下 那一层无形的枷锁 这一刻在汹涌澎湃的能量之下 毫无抵抗之力地被冲击而开 毕竟 这是小境界之内的提升 这一层枷锁在此刻王辰极限的能量之下并不算什么 这一刻 王辰突破了星辰九级中旗的实力 他的实力一举跨入到了星辰九级后旗 不过 这不是结束 圣草的能量依旧不断地提升王辰的能量 星辰九级后旗的实力还在提升当中 巅峰旗 心中一跳 王辰想到了巅峰旗 他要一举踏入到星辰九级巅峰的行列当中 他 哗啦啦 能量继续澎湃 外界的灵气 星辰之力不断地被王辰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 在如此强大的能量冲击之下 星辰九级后旗的实力一路狂飙 哄 终于 在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之后 王辰踏入到了星辰九级巅峰的行列之内 最后 这一股能量逐渐地削弱 却只是让王辰停留在了星辰九级巅峰 距离星辰级大圆满 却是还有一线之隔 呼 随着体内的真元力平息下来 王辰这才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睁开眼睛 王辰眼神变得凌厉无比 星辰九级巅峰 王辰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虽然 很遗憾 差一点点就能够踏入到星辰级大圆满的行列当中了 但是 这却是丝毫不影响王辰的心情 星辰九级巅峰 这个实力的提升 也是让王辰收获巨大 若是与孤狼一战之时便有如此实力的话 谁胜谁败 还不好说吧 感受着此时比起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的能量 王辰却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这一次的实力提升 还是来得太晚了一点啊 不过 却也可以说不算太晚 因为 王辰与段天刃的战斗 很快就要开始 这一次的实力提升 也可以说是及时无比 见识到了段天刃谋划之后的实力 这让王辰感觉到了段天刃的强大 此番的提升却是给王辰更多的把握和后盾 星辰九级巅峰 相信在开启八门盾甲 血脉天赋 朱雀烈焰之后 加上六道轮回的领域 王辰完全有实力 与如今已经处于大圆满境界的段天刃一战了吧 玄月丹 我要定了 想到那一枚玄月丹的奖励 王辰心中暗暗地横道 第1543章奇傲的报复 上 玄月丹 这一刻 王辰的神色坚定无比 若是之前 他星辰九级中旗的实力 面对拥有七级上瓶血脉的段天刃 或许还真的是难以取胜 但是 现在 王辰确实达到了星辰级巅峰 星辰九级巅峰与星辰九级中旗 虽然都是星辰九级 但是 两者之间的实力 确实相差了太多 尤其是在王辰施展出巴门顿甲和血脉天赋的情况下 这其中的实力差距却是难以估量的吧 甚至 如今若是在让王辰与孤狼有意战的话 王辰可以肯定 他断然不会那么的狼狈 孤狼的实力固然强悍 但是 想要战胜如今的他 却也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起身 活动了一下筋骨 王辰这才朝着窗外看去 明天就是斗舞大赛最后的一天了呢 王辰这一次的闭关 竟然修炼了足足两天的时间 今天便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近日过后 洛舞大赛将会拉开最后的决战 这让王辰有一些诧异 他没想到 这一次的修炼竟然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想到此处 王辰眼神微微的变换了一下 下一刻 朝着屋外走去 以 似乎提升了不少 当王辰出现在屋外的时候 孤狼正好站在他的房间门口 看到王辰出现 他沉吟了一下之后说道 时隔两日 再一次见到王辰 孤狼确实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如今王辰的提升 星辰九级巅峰 孤狼的瞳孔微微地收缩了一下 果然是恐怖的家伙啊 如今 就算在让自己与王辰一战 他绝对没有那么轻松了吧 更主要的是 孤狼能够感受到 王辰当日之战似乎还有后招没有释放出来 若是那一招后招释放而出的话 以如今的实力 孤狼还真是难以保证取胜 这两日 多谢 听到孤狼的话 看着出现在这边的孤狼 王辰没有太大的诧异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沉声说道 两日之前 王辰进入修炼 调理伤势的时候 便是感受到了屋外孤狼的气息 那一刻 王辰便是知道 孤狼感觉到了他修炼的气息 所以 在这边帮他守护 因为 这两日来 王辰清晰地感受到 似乎有一层无形的结界出现在他房间之外 将他的气息摒弃 否则的话 王辰突破的气息 怕是被不少人察觉到了吧 虽然不知道 孤狼为何这么做 但是 无论如何 王辰又是欠下了孤狼一个人情 你会有机会还人情的 最近好像有人盯着你 听着王辰的话 孤狼沉吟了一下之后 饶有深意地说道 话音落下 转身而去 他 依旧是那么的冰朗 只是 似乎随着接触的增多 王辰感觉到 这一份的冰朗 在自己的面前 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转变 有人盯着我 看着孤狼离开的背影 王辰眉头一皱 难道是摩月娇的人马 他第一个想到了摩月娇 断天刃 似乎 只是 王辰很快的眉头紧锁 断天刃 似乎不是这样的人 既然 明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以断天刃的性格 又何必派人盯着自己 若是要这么做的话 前几天就开始了吧 既然断天认输了 想要在雷台上斩杀自己 而且 如今有了这个机会 他不会多此一举的 那又会是谁 王辰暗暗的疑惑 不管那么多了 先解决一下领域的事情 再说 片刻之后 王辰叹息到 两日之前的那一战 王辰的九天圣堂 当真是损失惨重 六尊罗汉 被毁灭了五尊 甚至若不是孤狼留守的话 六尊罗汉只怕 全部都被毁灭了吧 甚至 若是孤狼愿意的话 王辰感觉到 他一旦撕裂九天圣堂 彻底地破坏九天圣堂 这些罗汉将会真正地消失 而现在 孤狼留守了 王辰便是还有机会 无论如何 为了明日的战斗 他必须尽快地 让这些罗汉恢复过来 想到此处 王辰迅速地离开了客栈 朝着城外而去 果然有人跟着我 离开客栈之后 王辰一路直奔城门而去 只是有了孤狼的提醒之后 王辰却是注意了不少 这一路下来 他果然是发现了 在自己的身后 此时若有若无地 跟着几道的身影 这几道身影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是 王辰还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到底会是谁 王辰心中产生一丝疑惑 不管你们是谁 你们都要付出代价 紧接着 王辰冷横道 想到这边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然后 王辰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朝着城外走去 离开苍龙城 王辰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但是 一切显得那么的有条不问 根本就是让后方跟踪 他的人无法发现 不对劲的地方 直到前进了半个小时 周围越发的 这变得孤寂的时候 这一刻 跟踪王辰的三个人 才感觉到了 不对劲一般 面色微微地变化了一下 而此时 他们却是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 王辰已经是将他们 带到了远离苍龙城 人际比较稀少的 一个山谷当中 直到这一刻 王辰才转身 看着几个人所在的方向 王辰露出了一丝冷笑 出来吧 王辰的眼神 这一刻 却是显得锐利无比 李果然发现了 听到王辰的话 远处的巨石之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 王辰的视线当中 冷冷地横道 他的面色有一些严肃 既然跟踪了王辰 那当然是知道 王辰的恐怖的 这可是在本次 斗舞大赛当中 杀入到了前四的人啊 实力毋庸置疑 最起码是 星辰九级巅峰的层次 这让男子难免有一些紧张 是谁让你们来的 你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 王辰淡淡地询问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面对王辰的询问 男子冷冷地横道 既然如此 你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男子不说 王辰倒也不是很在意 反正很快就会知道了 不是吗 想到此处 王辰身形一闪 便是朝着这个男子杀去 一个小小的星辰六级舞者罢了 对于如今的王辰来说 不值得一提 见到王辰竟然话音落下 便是直接杀了过来 男子的脸色微微一变 想到王辰的实力 他转身便是要朝着后方逃去 想走 没门 还有 另外两个 见到男子的举动 王辰冷笑了一下 这个男子 现在想要逃走 又或者说是他要引开自己的注意力 为他的另外两个同伴争取就会 王辰可是发现有三个人跟踪他呢 现在才出来一个 这本身就是问题 不是吗 六道轮回 恶鬼领域 一声怒吼 王辰直接施展出了恶鬼领域 既然这几个人送上门来了 那便让他们成为恶鬼吧 恶鬼领域如今太缺少恶鬼了 这一点王辰已经清晰地认识到 既然有人送上门来 王辰当然不会客气 另外 这几个人没有资格成为罗汉 随着实力的提升 王辰对九天圣唐罗汉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大 这些人 不能成为罗汉 那便是只有成为恶鬼了 哗啦啦 伴随着王辰的符印捏出方圆数百米的范围 全部被笼罩了起来 空间扭曲 转眼之间这一片地带化为了一个阴冷的恶鬼地狱 在如此情况下 让另外两道隐藏在暗处的身影 此刻也是顿时无所顿形 三个跟踪自己的人 此时全部出现 你 王辰 你敢 我们 我们是 是成主府的人 你敢 敢杀了我们的话 随着被笼罩到了领域之内 几个人此时的脸色也是骤然大变了 王辰 真的是要下狠手了啊 这可是空间 恐怖的空间领域 在这样的领域之下 犹如孤狼那样的强者都是吃了大亏 何况是他们 既然施展出了领域 想来王辰便是断然没有想要放走他们的打算吧 想到王辰的实力 终于 三人脸色大变 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成主府 呵呵 很好 果然是你们 是骑傲让你们来的 王辰面色更加的阴冷了起来 成主府 之前王辰就想到了一些 因为 摩月教虽然是如今王辰最大的对手 最大的敌人 但是 王辰确实将他们第一个排除了 因为虽然接触很少 但是 王辰却是多多少少的知道了断天任的为人 既然如此 那王辰在苍龙城 甚至是在魔戒 得罪的人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罢了 其中 骑傲无疑是其中之一 骑傲那天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王辰恍然大悟 原来 在进入成主府的当天 王辰便是被骑傲盯上了 这家伙 绝对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既然如此 他会报复 也就不在话下 更不会让王辰感觉意外 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死 所以 王辰此时不但是没有因为几个人爆出他们的身份而放过他们 相反 王辰直接发动了最灵力的攻势 恶鬼出没 一声怒吼 王辰运行恶鬼领域 瞬间 无尽恶鬼呈现而出 既然打算杀了这三个人 王辰当然是要好好的利用资源 这三个人的灵魂 他要了 万鬼听令 在运行恶鬼领域的同时 王辰的手中拨出了万鬼令 万鬼令一抖之下 王辰直接寄出了里面的恶鬼 对于这样的杀戮 王辰不会留守 面对死人 他更是无需隐藏任何的秘密 第1544张奇傲的报复 下 随着恶鬼领域开始运行 随着万鬼令出现 一瞬间 原本就显得阴森的恶鬼领域阴风突然大作 恶鬼无穷无尽 看着这一幕 此刻 跟踪王辰而来的三个男子脸色都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空间 看着周围的环境 他们的面色有一些苍白 空间 这是实力的表现 没想到 一下子陷入到了王辰的空间当中 这甚至是让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一时间 三个人相视一眼 眼神变幻不断 要知道 这三个人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一个 也不过就是星辰六级的实力罢了 另外两人一个人甚至连星辰级都没有踏入 一个人 不过只是星辰二级罢了 这样的三个人组合 怎么可能是王辰的对手 何况在这个领域之内 之前 那个星辰六级的强者还希望用自己的身份引开王辰 为另外两个人争取一线希望 但是此时他的希望却是彻底的破灭 整个火镜国也是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眼看着无尽的恶鬼扑来 根本分不清真假的三个人 脸色苍白 带着一丝绝望咆哮了起来 到了这一刻 他们唯一能够依仗的便是他们的身份 成主府的地位 他们希望王辰能够因为成主府的存在而放过他们 只可惜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不说王辰 换做其余的人 十有八九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收手的吧 何况是王辰呢 成主府 你们的想法 太天真了 面对三个人的恐吓 王辰不过是一笑了之 脸上 更是露出了鄙夷和不屑 成主府 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身份 不说他们的身份了 那他们的实力呢 星辰六级 星辰二级 甚至一个不是星辰级 这样的三个人 在成主府的眼中 不过是可有可无罢了 成主府会为了这样的三个废物大动干戈 再说了 此番 这三个人出来这边跟踪自己 以王辰的看法来说 多半成主府根本就不清楚他们的行踪罢 他们只是听从了奇傲的吩咐罢了 如此的三个人 那杀了也便是杀了 又能如何 难道成主府会漫天追杀自己不成 显然是不可能的 退一万步说 王辰又何曾惧怕过威胁 既然动手了 那便是要斩草除根 就算是真的面对成主府 苍楚郡乃至火镜国的追杀 他也不拒 火镜国没有立足之敌 那另外的两个国家呢 绞杀 手中拂一捏出 王辰冷冷地横道 他的脸上此刻出了冷笑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表情了 如此的王辰 让那三个人彻底的跌落到了绝望的深渊当中 啊 王辰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成主府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奇傲公子也不会放过你的啊 知道在劫南逃 三个人都是绝望地怒吼和咆哮了起来 然后 身形一闪 便是要开始反抗 他们不会在这边等死的 躺避等车 不自量力 死 随着符印捏出 王辰双手骤然一握 轰隆隆 这一握之下 整个恶鬼领域仿佛都在战斗 那一声轰鸣声之下 阴风狂暴了起来 万千的恶鬼猙獰了起来 啊 不要啊 惨叫声爆发而出 尽管这三个人奋力地抵抗 但是 面对万千恶鬼的包围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之下 确实让他们显得有一些手忙脚乱 虽然三个人此时斩杀了不知道多少的恶鬼 但是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 他们斩杀的恶鬼 竟然都只是幻象 他们陷入到了幻境当中 恐怖无比的幻境 而就在这幻境当中 隐藏着的真实的恶鬼 在关键时刻出现 一口口地撕裂开了他们的灵魂 这几日下来 在斗兽场当中 王辰可也是融入了不少强者的灵魂 所以 如今万鬼令的威力明显增加了不少 如此撕咬之下 转眼之间 便是看到三人的灵魂被拖曳而出 首当其冲 那个还未踏入星辰级的舞者 灵魂最为弱小 直接被两个恶鬼给拖曳了出来 星辰二级的那的舞者则是在五个恶鬼的合力之下 灵魂也是被拖曳而出 剩下的便是星辰六级的那的舞者 他的灵魂此时还在挣扎 哼 无用功罢了 给我出来 看着这挣扎的灵魂 王辰冷冷恒了一声 眼中寒光闪烁 不啊 放了我 放了我啊 灵魂眼看着就要被扑曳而出 在死亡之前 星辰六级的男子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只是 他的吼叫声此刻显得如此的无力罢了 在王辰又是捏出了几个手印之后 所有的恶鬼蜂拥而上 开始拉扯这个舞者的灵魂 隐约之间 能够从这个灵魂之上看到挣扎 痛苦的表情 能够感受到他的绝望 在这样的拉扯当中 绝望的惨叫声逐渐地停止 最后戛然而止 灵魂 突体而出 星辰六级男子的身躯 轰然朝着后方崩塌而去 万鬼归位 随着三个人的灵魂全部被拖曳而出 王辰冷冷地横道 手中的万鬼令一挥 释放而出的恶鬼顷壳之间 化为一道道须引机舍而入 包括崭新出现的三道灵魂 也是带着茫然的表情 被吸收到了恶鬼当中 万鬼令 到这一刻 又是多处了三个战斗力 虽然不是很强大 但是 万鬼令本就是以恶鬼数量取胜的宝物 王辰岛也是不在乎 去 撤去了恶鬼领域之内的幻境 看着三具已经失去了生息的尸体 王辰沉吟了一下 空间骤然转换 修罗地狱出现 这三个尸体 王辰直接丢给了修罗王 虽然这三个尸体的灵魂已经被抽取 等于是失去了最大的营养 但是 他们的血气确实不错 相信能够给修罗王带来一些好处 这让王辰不由得有一些可惜 当初料长老的尸体可是被他一口气给焚烧了啊 否则的话 好处更大 到如今 随着对六道领域掌控越发的纯熟 随着对六道轮回领域的了解 王辰却也是越发的知道了该如何最好的提升领域的能量 对于他来说 一点能够提升的机会都不能放弃 所以 王辰需要做的事情 还有太多太多了 撤 尸体丢给了修罗王 王辰深吸一口气 一挥手之间撤去了眼前的修罗领域 他 再一次回到了那的空荡荡的峡谷当中 仿佛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峡谷 依旧是显得如此安静 全然没有三条生命消失带来的痕迹 齐敖转身朝着城主府方向看去 王辰的眼睛 此时微微地瞇了起来 眼中寒光微微闪烁 没想到 齐敖竟然找上门来了 这让王辰心中怒火生疼 这齐敖 简直就是找死 没想到 当日权力一击之下 竟然没有斩杀齐敖 在那强大的护甲保护之下 齐敖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这让王辰叹息不已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不会给你机会 王辰心中暗暗地想到 哼 一声冷哼 王辰身形一闪 加快了速度朝着远处顿去 恩 信号是这边发出的吧 应该错不了 那三个人 或许已经死了 有可能 否则的话 不可能突然没有了消息 搜 给我找 王辰肯定就在附近 今日 务必斩杀王辰 就在王辰才离去没有多久的时间之后 在之前他战斗的这个峡谷当中 出现了一对约莫六七人的队伍 这六七个人面色冰朗 神情肃然 显然 他们是来寻找王辰的 而且 他们就是齐敖真正派出来要对付王辰的力量 只可惜 他们来晚了一步 之前的那三个人对王辰构不成任何的威胁 以如今的实力搭配上领域的强大 王辰不过是转眼之间就消灭了这几个家伙罢了 这是齐敖和这些黑衣人断然想不到的事情 晚了一步 确实在一次失去了王辰的踪迹 在为首男子的要求之下 几个黑衣人迅速地朝着四周分散而开 对王辰的行踪展开了搜索 要知道 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 他们想要再次斩杀王辰 确实没有这么快了 最起码 要等到王辰再一次离开苍龙城 否则的话 在城内他们无法贸然行动 此番机会 不能错失 几个人身形一闪消失在峡谷当中 朝着四面八方搜寻而去 王辰 看样子似乎很强大呢 难怪 难怪齐敖要让我们出手 嘿嘿嘿 不过 不管你如何强大 碰到我们审法 你就死定了 峡谷当中 最后只剩下一个领头的黑衣人 朝着四周扫尸了一圈之后 他喃喃自语道 话语当中蕴含无穷杀鸡 审法 没想到 此刻出现在这边的几个人 竟然是审法的成员 审法 盯上了王辰 或者说 齐敖拉着审法 卷入到了对王辰的追杀当中 这 或许就是齐敖最严厉的报复了吧 第1545章山间激战 上 呼呼呼 耳边风声呼啸 王辰的身形迅速地闪动 周围的景色急速地倒退 果然 还有人追踪而来 成主府的人 眉头一皱 王辰心中暗暗地想到 在斩杀了三个跟踪自己的家伙之后 王辰并没有放松心情 他迅速地朝着远处而去 但是 他的神魂之力却是被他催发到了极致 覆盖了方圆数万米以上的范围 在他离开不久之后 便是感觉到 之前的那的峡谷当中出现了几股强大的气息 不用说 王辰也知道这些人肯定也是来追杀自己的 成主府 难道齐敖能够调动如此强大的能量 王辰的眉头紧锁 表情多出了一丝凝重 有一个人朝着这个方向来了 深吸一口气 王辰在心中暗暗地想到 一道气息正在朝着他这个方向靠近而开 速度很快 这更是让王辰的眼中多出了一丝警惕 这一道气息的能量不弱 最起码是达到了星辰九级的层次当中了吧 星辰九级 这可算得上是强者了 就算放在成主府当中 那也最起码是队长级别的人物 而根据王辰的了解 在成主府之内 这样的队长却是只有十个人 这似乎不是齐敖能够调动的 既然来了 那便留下吧 片刻之后 王辰逐渐放慢了速度 感受着对方气息的接近 王辰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齐敖 既然你要如此追杀 那便看看 你到底能不能杀了我 眼中寒光闪烁 王辰心中冷冷地横道 无缘无故对自己产生了杀机 一场战斗的失败 便是发动了如此恐怖的追杀 王辰对齐敖的印象 已经是差到了极致的地步 既然齐敖要追杀 那便看看 他到底有多少的能力 王辰身形一闪 下一刻 他停留在了原地 没有继续前进 六道轮回 恶鬼领域 手中不断地捏出符印 王辰冷冷地横道 他眯着眼睛 看着远处不断地接近而来的 那一道黑影嘴角 露出了一丝冷笑 快了 还差一点点 对于王辰的领域覆盖范围来说 却是只差一点点了 站在树梢之上 借助茂密的树叶 王辰将自己的气息 全部隐移了起来 靠着青天愁的封印 和那一枚玉佩 此刻王辰 却是将他的气息 隐藏得很好很好 最起码 玄阅集之下 甚至根本不可能察觉到王辰的存在 远处冲来的那一道身影 自然也是如此 分头追杀自己 这便是这些人最错误的选择 魔月教当初在星辰八级的王辰手中吃了大亏 何况是如今的这一批人 最起码 王辰丝毫不认为 这个家伙能够一个人战胜他 比起孤狼 比起葛浩 甚至比起断天刃来说 这一道身影的气息可是弱小了不止一点半点 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能够分头追杀自己呢 恶鬼领域 覆盖 终于 在男子冲入到了王辰领域覆盖范围的那一瞬间 王辰手中的符印轰出 领域 在这一刻降临 轰 空间扭曲 大地仿佛颤抖了一下 那个一路追及王辰气息而来的男子身行这一刻狠狠地顿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一丝骇然 空间 他甚至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因为 就在这一瞬间 在他周围的一切景色都变化了 他竟然踏入到了空间当中 混蛋 王辰 你给我滚出来 面色大变之后 男子怒吼出声 他的神色作然警惕了起来 王辰 没错 此刻除了王辰之外 他或许想不到别的人了 肯定是王辰施展了空间 王辰具有这个能力 滋滋滋 羞羞 但是 回应男子的却是一阵急速的破空声和摩擦声 清光闪烁 在这昏暗的环境当中显得格外刺眼 不好 看到急速朝着自己掠来的清光 感受着那无比的威力 男子更是失声惊呼 身形一闪就要朝着一边躲闪而去 但是 不到百米的距离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袭击 男子这时候才发现 想要躲避又哪里来得及呢 通 在他躲闪而开的那一瞬间 青色光球却是已经瞬间爆炸 清光爆 这便是王辰施展而出的清光爆 面对这个男子 王辰显然没有打算浪费更多的时间 一方面 他用领域直接禁锢空间 遮蔽能量 另外一方面 王辰却是早已经酝酿出了一枚强大的清光爆 偷袭 王辰可不介意偷袭想要追杀他的敌人 既然这些人选择了追杀他 那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王辰便是送他们去死亡的死神 通隆隆 通明声震天 青色的光芒直冲云霄 那一瞬间 甚至整个乐鬼领域都颤抖了起来 仿佛要被这一股能量给冲破了一般 浓烟滚滚 昏天暗地 在这轰鸣式爆炸声当中 隐约之间 更是听到了一声惨叫声 似乎有一抹艳丽的鲜血冲天而起 恶鬼出没 万鬼听令 在爆炸声传来的同一时间 王辰没有耽误时间 他一面是催动恶鬼领域运转 另外一面 则是迅速地祭出了万鬼令 万鬼令出 恶鬼浮现 领域催动 幻境无双 浓烟散去 青光暗淡 逐渐地 一道狼狈的身影出现在了领域当中 赫然不就是之前追杀他的那的男子吗 只是 在青光暴之下 此刻 男子显得狼狈无比 不堪入目 他身上的衣服 确实早已经破烂不堪 他身上的皮肤 此刻甚至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鲜血淋漓 此时的他 就仿佛是从地狱当中爬出来的魔鬼一般 在疼痛的折磨之下 男子的面色更是显得扭曲 王晨 我要杀了你啊 感受着身上的疼痛 男子疯狂地咆哮和怒吼着 疼痛和愤怒交织 加上无尽的羞辱 让男子抓狂 怒吼声当中 双手一挥 两柄长匕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身形一闪 他直奔王晨而来 一个照面之下 他便是吃了如此大亏 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 这简直就是不容原谅的事情 呜呜呜呜 但是 男子的反扑还是太晚了 因为 恶鬼领域已经开始运转 幻境出现 万千恶鬼开始出没 这是 面对这一幕 男子脚步一顿 面色变得惊骇无比 呜呜呜呜 鬼哭狼嚎之声 此刻让他感觉胆战心惊 这是地狱 竟然 有如此多的妖物 这让他感觉不可置信 呜呜呜呜呜 在男子骇然的时候 这些恶鬼确实已经朝着他扑了过去 滚啊 手中匕首迅速舞动 男子连忙抵挡 呼呼呼呼 羞羞羞羞 风声呼啸 剑气凌然 在那匕首的舞动之下 一个剑气漩涡产生 朝着前方肆虐而去 所过之处 万千恶鬼瞬间粉碎消失 哈哈哈哈 区区恶鬼能奈我何 看到自己一招之下 竟然毁灭了数百 数千的恶鬼 男子冷笑了起来 还以为这个空间有如何的恐怖 又有如何的奇特呢 现在看来 却不过如此 灭 全部给我灭 杀一顿生 男子兴起之下 无边杀招不断轰出 一朝一世之下 都是带走了万千恶鬼 不对 这是幻境 只是 片刻之后 男子却是如梦初醒 面色苍白的惊呼出声 因为他的强大招式施展了不知道多少次 斩杀了不知道几千 几万的恶鬼 但是 却是发现恶鬼不但没有减少 却是不断的增多 而且 每一朝一世之下 这些恶鬼都是毫无悬念的消失了 没有任何的气息可言 这让男子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 幻境 这竟然是幻境 如此逼真的幻境 混蛋 王晨 受死吧 气急败坏之下 男子看着原处冷笑连连的王晨 带着满枪幕后朝着他杀了过去 不自量力 看着男人杀过来 王晨冷冷地哼了一声 尤其是看到此时气急败坏之后 这男子竟然也是犯下了一个 与当初料长老一样低级的错误 那就是他认定了幻境之后 直接忽略了所有恶鬼的攻击 刚开始 确实是恶鬼的攻击毫无作用 这更是让男子的心 彻底地放松了下来 只是 他确实没有意识到 危机 确实在这一刻才真正的来临 啊 就在男子杀到王晨的面前的那一瞬间 他身形突然一顿 惨叫出声 不是幻境 这不是幻境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 因为在这一刻 王晨之前寄出的那些真实的恶鬼 却是在王晨的控制之下 产生了攻击 面对这些恶鬼的撕咬 男子的灵魂瞬间遭受重创 他身形一颤 亮枪了好几步之后 喷出了一口鲜血 兵 不但如此 王晨这一刻却也是再次配合恶鬼发动了进攻 兵自觉直接凝聚而出 九天圣堂对九字真言有增幅实力 在恶鬼空间一样如此 只是 在恶鬼空间当中 兵自觉显得更加暴虐 更加血腥罢了 铜光闪过 百丈长兵化为虚影 扑斥 鲜血飘洒 在恶鬼的纠缠之下 在灵魂重创之下 还未来得及调整反应的男子 直接被兵自觉穿透而过 身形定格 那一瞬间的震惊 成为永远 成为绝望 看着王晨 男子的瞳孔放大 里面 似乎写满了不甘 写满了疑惑 还有一丝不可置信 第1546章山间激战 下 时间定格 低头看着穿透了自己身体的那一柄巨刃 男子却是再也无法说出一句话 身体站抖着 他艰难地抬头朝着王晨看去 眼中闪过了一丝绝望 而后 变得苍白了起来 轰 身形轰然崩塌 男子的身体直挺挺地朝着后方倒了下去 灵魂 在这一刻不受控制的被恶鬼脱液而出 身躯变得苍白僵硬 修罗领域 面对这一幕 此刻的王晨却是显得异常的冷静 他轻横了一声 扭转领域 修罗领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被召唤而出的修罗之王似乎感受到了王晨的出现 扭转身躯 插着王晨看来 猙獰的面部因为嗅到了血腥的缘故 变得疯狂 眼中闪烁着寒光 虽然少了灵魂 但是 血肉确实不错 看着修罗之王 王晨笑了笑 然后手腕一抖 被他提在手上的那一具尸体直接被丢到了修罗王的面前 六臂修罗王 你 还差一点能量 不过 或许很快就可以补足了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喃喃着说道 恶鬼领域与修罗领域似乎在这一刻有了完美的融合 吼 听到王晨的话 修罗王振天怒好了一声 身形一闪转眼之间掠到了王晨的面前 下一刻 那一具尸体消失在了王晨的视线当中 鲜血飘洒 碎肉横飞 血腥无比的一幕出现 放心 应该还有不少家伙来了 看着尽情享受的修罗王 王晨喃喃着说道 一挥手 修罗领域再逐渐地消失 既然如今有人送上门来 王晨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再一次出现在这一片山林之内 王晨朝着四周看了看 眼中金光闪烁着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羞羞 几道身影破空而来 不久之后 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男子消失的地方 气息消失了 该死的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晨九集的实力 怎么可能如此瞬间消失 王晨 似乎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吧 难道是什么高手出现了 这几道身影 赫然就是之前追杀王晨的那些神法成员 分头搜寻之后 他们很快地感受到 朝着这个方向而来的那一道气息 似乎瞬间消失 在得到确认之后 几个人神色大变 迅速地重新聚集朝着这边追赶而来 可惜 他们似乎还是来晚了一步 看着空荡荡的山林 几个人的面色此刻显得难看无比 沿着这个方向 开始搜查 保持好距离 深吸一口气 为首的男子沉吟了一下之后 沉生横道 显然 他意识到了 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但是若是想要在这茫茫山海当中找到王晨 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 却是显然很困难的 必须分开搜寻 所以 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 同时做到遇到麻烦 第一时间发出信号 让众人知道 在男子的吩咐之下 带着沉重的面色 剩余的几个人 小心翼翼地以这个地点为中心 开始搜寻了起来 似乎 没有那么傻 在几个人 在一次展开搜寻之后 在距离此地不过千米之外的王晨 眉头一皱喃喃着自语道 这一次 显然的 搜寻自己的人很谨慎 在遭遇到了一个损失之后 他们把相互之间的距离保持得很好 三百米 这就是他们保持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之下 让王晨很难有机会出手斩杀 看来 还要继续等待 看到这边 王晨眯了眯眼睛 身形一闪 朝着更深处急速奔去 机会若是出现 他必然不会放弃 但是 机会若是没有 他更不会冒险出击 不好 那边有一道气息消失了 羞羞 一声惊呼声传来 紧接着 几道身形急速的闪动而去 就在距离第一个人失踪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这一刻 神阀这边 又是一道气息消失 混蛋 来到最后气息出现的地方 看着空荡荡的山林 为首的男子忍不住怒吼了一声 又是一个星辰九级的强者 又是这么的突然消失了 时间很短暂 但是 却是失去了生命气息 看着破碎了的命牌 为首的男子面色扭曲 转眼之间 他们来的五个人 已经损失了两个了 而且是两个星辰九级的强者 现在 剩下的三个人除了他之外 其余的两个则是星辰八级和星辰九级的舞者 如此阵容 让他心情沉重了起来 显然的 他们如今遭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更主要的是 连王辰那的该死的家伙的身影都没有看到 若是算上之前跟踪的三个人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还未被王陈造成任何的威胁 确实已经损失了五个成员了 眼神如刀一般的朝着四周扫视而去 男子企图看出一些什么 羞羞 而就在男子朝着四周观察而去的时候 一阵急速的破空声传来 带着尖锐的摩擦声 瞳孔剧烈的收缩 一股危机感从男子的后背泥漫而开 大冰冷的感觉 甚至是让人窒息 不好 一声惊呼 围首的男子连忙朝着旁边躲闪而去 同时 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听到这一声惊呼 也是心中狂跳了一下就要朝着旁边躲闪而去 轰隆隆 但是 这一刻 他们的躲闪哪里还来得及 后方突如其来的攻击 速度太快了 在几个人朝着旁边躲闪而去的时候 一阵轰鸣声传来 清光冲天而起 浓烟滚滚 那恐怖的气浪直接让方圆百米之内的所有树木 巨石飞灰湮灭 啊 惨叫声随之而来 撕心裂肺 血肉横飞 在这一次的轰鸣声当中 那个星辰八级的男子 因为实力最为弱小的缘故 在如此恐怖的爆破之下 身形狠狠地战斗了一下 便是奄奄一袭了起来 他身体支离破碎 看起来触目惊心 羞羞 同时 后方数十米之外 这一刻一道身影急速地冲出 恶鬼领域 一声怒吼声传来 顿时 空间扭曲 变幻 根本就不给剩下的两个人反应的机会 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恶鬼领域覆盖而下 呼呼呼 阴风呼啸 在这个空间之内 孤苦狼好声更是让人心中忍不住狠狠站斗了一下 阴冷的环境 让人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王辰 出手了 之前的两个时辰当中 王辰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寻找机会 终于 在之前 他寻找到了一个机会 朝着这个方向搜寻而来的一个星辰九级的舞者逐渐地与其余人拉开了距离 当距离拉开到了千米之时 王辰出手了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开启了恶鬼领域 然后二话不说直接释放出了无穷恶鬼 祭出万鬼令展开了杀戮 九字真言乏味 万鬼令发威 在如此情况之下 猝不及防的星辰九级男子哪里有抵抗之力 尤其是在王辰的领域之内 实力本就比王辰弱小的男子 在这一瞬间被斩杀了 而后王辰没有立刻离开 他知道当时若是逃走 也会被对方察觉的 既然如此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王辰潜伏在了后方数十米之外的大树之内 靠着自己对气息的控制 靠着青天朝的封印 靠着孤狼送的那一块玉佩 王辰完美地将自己的气息隐藏了起来 这一刻在几个人松懈下来之后 他爆发了 王辰随着进入到这个空间 看着此刻出现在面前的王辰 为首的那个男子面色扭曲的怒吼道 虽然实力强悍 但是在刚才的那一次爆破当中 他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 此时看起来狼狈无比 看到王辰 他的瞳孔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没想到 刚才在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王辰竟然是就躲藏在他们身后数十米之外 没想到 王辰竟然将气息隐藏得那么好 让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 否则的话 哪里会给王辰偷袭的机会 是奇傲让你们来的 看着面前剩下的两个男子 王辰冷冷地询问道 此刻的王辰 面色冰朗 奇傲 哼 王辰的话 让为首的男子眼中闪过了一丝冷笑 你死了自然便会知道了 男子眼中寒光闪烁 杀 下一刻 一声怒吼声传来 男子沉声喝道 在男子身边 剩下的那个星辰九级的男子 也是迅速地身形一闪 两个人从两个方向朝着王辰杀去 恩 看着初级的两人 王辰眉头一皱 他顿时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两个人看似简单地从两个方向杀来 但是 王辰却是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防御线路似乎都被他们被卡住了 这两个人的联手 显然是有严密的配合的 从这一方面 王辰便能够感受到两人的不寻常 他们不是寻常的舞者 在他们的身上 似乎 王辰心中骚然跳动了一下 神法 王辰想到了 这样的配合 王辰见到过 在数日之前的那个夜晚 追杀孤狼的几个人不就是有相同的气息 一样严密地配合吗 这两个人 身上带着杀手的气息 没想到 此番追杀自己的 竟然是神法的人 想到这边 王辰的心 猛然一沉 变得严肃了起来 杀手 与寻常舞者可是不一样的 第1547章以命搏命 神法杀手 这就是王辰在这片刻之间做出来的判断 没想到 神法的人竟然找上门来了 想到这边 王辰的眼神变得越发的冰冷了起来 恶鬼出没 王辰瞬间施展出了这恶鬼领域的幻境 不但是如此 他右手一扬 顿时 万鬼令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万鬼听令 猛鬼在这一刻被王辰祭出 但是 这一切却都还没有结束 眼中寒光闪烁 王辰深吸一口气 恶鬼出击 在王辰的手中 迅速地捏出了一个个复杂的符印 这是王辰第一次催动恶鬼领域当中的恶鬼阵法 这恶鬼领域当然不会是只有幻境这么简单的事情 若是只有幻境 那恶鬼领域又谈何强大 比起修罗领域和九天圣堂甚至都差远了 但是 恶鬼领域的排名却是在九天圣堂和修罗领域之上 这固然是恶鬼领域的强悍之处 那便是阵法 在恶鬼领域当中 若是组合十八个强大的灵魂的话 那便能够催动阵法 运行恶鬼阵法 恶鬼阵法 十八恶鬼千遍万化 威力强悍无比 这才是恶鬼领域的杀招之一 也是王辰如今所能够运行的一个杀招 万鬼令祭出 王辰迅速地释放出了恶鬼 他将这几日来收获的那些灵魂瞬间释放出来 这些恶鬼数量不但 但是却也是达到了十七个之多 要知道 今日王辰单单一日便是收获了五个灵魂啊 而这几日在斗兽场当中的收获 加上那夜孤狼斩杀的神罚人员的灵魂 恰好是让王辰收获到了十七个灵魂 虽然比起十八个少了一个 但是王辰却是丝毫不担心 他抽取出了万鬼令当中 本就有的一个最强大的灵魂 作为这个阵法的阵眼 恰好是组成了十八个灵魂 让阵法开始运行 呜呜呜呜 幻象万千 伴随着鬼领域被摧发 漫天遍地 这一刻出现了无穷无尽的恶鬼虚影 这一幕 让朝着王辰奔袭而来的两个神法的杀手神色大变 下意识的 他们便是朝着这些恶鬼抵挡而去 趁着这个功夫 王辰调动十八恶鬼开始组成阵法 融入到了这个天地当中 十八恶鬼融入恶鬼领域 顿时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王辰一念之下 他们便是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角落 仿佛 这个领域 才是他们的天地 仿佛 他们才是这个领域的主宰 看到这一幕 王辰都忍不住诧异了一下 果然 这个阵法变换万千 在这样的能力之下 他们若是随时出现在对手的身边的话 是何等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真是防不慎防 感受到这一点之后 王辰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率先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远处的那个星辰九级的男子身上 他的实力比较弱小 先解决了他的话 那就减轻了不小的压力 星辰九级 可也是不弱的存在 去 手中拂一捏出 漫天遍地的恶鬼虚影变得更加猙獰起来 在这个舞者忙着抵挡这些恶鬼的时候 王辰悄然发动阵法 呼呼呼 呼呼呼 阴风阵阵 寒气声腾 突然之间 18名恶鬼组成了一尊实力强悍的恶鬼出现在了男子的身边 恶鬼融合 这一尊组合而出的恶鬼融合了18名恶鬼的实力 身高实丈 面目猙獰 实力更是早已经达到了大圆满的层次当中 星辰级大圆满 刺拉 突然出现的恶鬼让这个星辰九级的杀手脸色大变 瞳孔骚然收缩 一声惊呼 男子连忙是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刺拉 但是 他反应的还是太慢了 在他选择退出的一瞬间 那强大的恶鬼却是出击了 恍如死神镰刀一般的爪子撕扯而出 一声沉闷的撕裂声之下 这个星辰九级的男子灵魂竟然是隐生生的被撕扯出了三分之一 扑痴 鲜血喷洒 他的面色瞬间苍白 啊 灵魂被撕裂 来自灵魂深处的那种疼痛 让他更是忍不住惨叫了起来 正因撕心裂肺 十八恶鬼组合而成的强大恶鬼果然恐怖 迟力达到了星辰级大圆满 不说这一级之下 威力更是强悍 对灵魂的杀伤力比起十八恶鬼分开 同时杀伤的威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下子撕扯了对手三分之一的灵魂 这一尊强大的鬼王伸出了星红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角 然后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露出兴奋的神色身形 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却是又一次来到了这个面色惊慌的杀手面前 滚啊 身形战斗 看着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恶鬼之王 这个星辰九级的杀手怒吼出声 手腕一抖 他手中那漆黑的神兵朝着恶鬼之王便是直接批斩而去 魔气催发 狂风舞动 这一剑之下 却是带着无尽的毁灭之力 分 而面对这一剑 王臣却是不慌不忙 眼中金光闪烁 他捏出了一个福应冷冷的横道 福应捏出 在杀手长兵落下的一瞬间 那巨大的恶鬼之王竟然突然幻化分裂 十八名恶鬼重新出现 这分裂之下 却是正好避开了杀手的袭击 可 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似的 在避开了这一剑之后 王臣再次让恶鬼融合成为了万鬼之王 刺拉又是一次撕裂 速度之快 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尤其是这个星辰九级的杀手 他早已经是惊慌失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的分裂和组合 还有如此强大的恶鬼吗 一股恐惧 在他的心里蔓延 啊 惨叫声再次传来 杀手身形狠狠地震动了一下狼狈地朝着后方暴退而开 灵魂抽取 三分之二灵魂已经被撕裂而出 星辰九级的杀手奄奄一袭 王臣却也是发动了最后的袭击 恶鬼之王再次分裂 十八恶鬼蜂拥而上 在惨叫声当中 这个星辰九级男子的灵魂却是毫无抵抗之力地被撕扯而出 转眼之间 在恶鬼之王的变幻攻击之下 这个星辰九级的杀手便是当场殒命 一切顺利地出乎预料 恶鬼阵法组合而成之后 最简单的组合和分裂的能力 便是让王臣尝到了无边的甜头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王臣转头朝着此刻一路杀来的最强大的 这个杀手看去 混蛋 这不是幻境 这个为首的杀手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 现在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面色猙獰 难看 之前恶鬼出没 他疯狂抵抗和斩杀 但是 很快地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前方自己的同伴竟然是直接被恶鬼撕扯杀戮了 这让他还敢认为这是幻境 而且 在万鬼令内其余的恶鬼出没之下 他一个大义 灵魂也是遭受到了创伤 所以 此时看着王臣 他的面色何等的难看 可想而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竟然到处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王臣 你这个混蛋 看着周围万千纷飞的恶鬼 看着时不时朝着自己扑来的恶鬼 这一刻 剩下的这个为首的男子面色更是显得难看之极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这才是让人最头疼的事情 若是一直抵抗 他有可能因此而被耗尽气力最后任凭王臣宰割 但是 若是不去抵抗 那么若是真实的恶鬼出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让男子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当中 当然 这也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绝对的实力 星辰级大圆满 这便是这个男子的实力啊 之前来追杀王臣的时候 男子认为以自己大圆满的实力 对付王臣这个星辰九级中期的强者 那是足够了 尤其是自己的魔化可是可以达到六瓶血脉的程度 但是 他现在发现他错了 王臣的实力 竟然是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当中 提升到了星辰九级巅峰的层次当中 这可以经与星辰九级中期有了天壤之别 人算不如天算 就算男子多带来了三个星辰九级 和一个星辰八级的杀手 没想到现在也是陷入到了如此境地当中 他无法以绝对的实力视如破竹地斩杀王臣 或者撕裂这个空间 他必须承受煎熬 想到此处 男子脸色阴冷了下来 深吸一口气 一咬牙 他直接朝着王臣扑去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拼死一搏 他放弃了对周围那些恶鬼的抵挡 摸起冲天而起 他瞬间魔化 然后 夹带着恐怖无比的实力朝着王臣执扑而去 他要赌 赌的就是在自己死亡之前 让王臣先死亡 在自己的攻势之下 王臣无法对他发动更多的攻势 以命搏命 这就是此刻男子的想法 这也是杀手的心思 杀手 他们不会跟别的舞者一样 率先要考虑如何保全自己 然后再考虑如何获得胜利 他们更不会选择退缩逃亡和求饶 杀手 只有一个使命 那便是杀戮 在杀戮当中生 在杀戮当中死 为了杀戮 他们可以奉献全部 包括自己的生命 就比如这个男子此刻做出的选择 只要能够斩杀王臣 就算死 那也是属于他的胜利 所以 他才会选择如此以命搏命的战斗方式 第1548章强势轰杀 面对男子此刻选择的王臣神色变得肃然了起来 不愧是杀手 在最关键的时候 总是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 王臣的六道轮回领域 绝对算得上是领域当中的王者之一 加上王臣如今的实力 在这个领域当中就算是新臣级大圆满的强者 也只能被活活地耗死 想要撕裂领域 他们实力不够 想要抵挡 面对这些恶鬼却是必无可避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难以分辨 那么 剩下的就是搏命了 无疑 这个男子此刻的选择是最正确的 但是王臣会让他如愿以偿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见到男子身形一闪便是朝着自己杀过来 王臣眼中寒光闪烁 休想 一声冷哼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便让我看看大圆满强者的实力吧 王臣喃喃着自语道 新臣级大圆满 若是放在两日之前 王臣还是感觉头疼的 但是 现在 踏入到了新臣级巅峰之后 王臣已惊不惧 八门盾甲 开 血脉天赋 开 朱雀烈焰 喜 要搏命 那便来 王臣丝毫不惧 身形一闪 王臣不退反进 朝着这个杀手迎了过去 手中原力之兵凝聚而出 王臣眼中寒光闪烁 灭魂 一声怒吼声当中 灭魂施展而出 呼呼呼 见气呼啸 王臣手中的原力之兵骚然暴涨 朱雀烈焰熊熊燃烧 那无匹的气浪 带动狂风涌动 轰 一声轰响声当中 原力之兵夹带着万军之士狠狠地砸落而下 转瞬间 这个恶鬼领域当中的温度 似乎骤然提升了一个层次 那狂暴的气浪 让杀手脸色大变 星辰级巅峰 李的实力 竟然 察觉到这一股气浪 感受到王臣的实力 杀手脸色猛然一变 根据他的了解 王臣的实力不过是星辰级中奇罢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达到了星辰级巅峰的层次当中 这让杀手感觉万分的诧异 休想 看着落下的这一剑 感受着那无匹的气势 杀手一咬牙 冷恒了一声之后 双手举剑抵挡而去 轰隆隆 撞击声爆发而开 无尽的能量朝着四周散发出去 瞪瞪瞪 一招之下 王臣和男子的身形都是一顿 下一刻 杀手的身形更是被震退了两三步的距离 这让杀手面色难看 一招交锋之下 他竟然是落在了下风当中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瞪 后脚猛然蹬地 靠着巨大的力量 杀手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一声怒吼声当中 他再一次朝着王臣杀了过去 来得好 看到杀手再次扑来 王臣大笑了一声 之前的一招猛烈的撞击 仿佛是让他体内的鲜血都沸腾复苏了一般 清晨九级巅峰的实力被彻底的激发而出 感受着那酣畅淋漓的气势 王臣更是其吞万里 风动 很久没有施展过的组合招式 这一刻被施展而出 修修 神形如风轻盈 更是犹如闪电一般驯网 身形一闪 王臣便是再一次冲到了杀手的身前 手中的原力之兵猛然轰下 速度很快 甚至是让这个杀手有一些躲避 不及只能是抵挡而去 没有巨大的爆发声 风动一招的威力这一刻呈现的淋漓尽致 两兵相交的那一瞬间 顿时 王臣身上的朱雀烈焰骤然爆发 无尽的烈焰让整个原力之兵 仿佛是化身成为了火龙 火龙张大了血盆大口 在咆哮声当中 死死地地撕扯住了杀手的神兵 同时火势蔓延顺着神兵 迅速地朝着杀手覆盖而去 这 这一幕 让杀手瞳孔骤然收缩 发出了一声不可置信的惊呼声 他没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自己竟然 想要抽身而出 这个杀手更是发现 自己的神兵仿佛是被咬住了一般 根本抽不回来 那一股强大的力量 死死地拽着自己的神兵 这更是让杀手神色大变 怎么会这样 紧接着 杀手更是失声惊呼 他感受到此时顺着自己的神兵 自己体内的魔器竟然被迅速地吸收了出去 而且 更主要的是 火龙已经是蔓延到了自己的身上 那一股股强大的吸力迅速地将他体内的魔力抽取而出 混蛋 给我破啊 泰然之下 这个杀手果断地选择了放弃手中的神兵 周身魔器爆发而出 身形朝着后方退去 晚了 见到杀手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想要逃走 王尘冷笑了一声 雷暴 继续起来的能量加上自己身上的能量瞬间犹如一枚炸弹一般爆发 轰隆隆 整个恶鬼领域都狠狠地战动了起来 啊 猝不及防之下 杀手在惨叫声当中整个人被轰飞了出去 狂暴的能量 根本不给他抵挡的机会 魔器 王尘确实是不能利用太多 毕竟 魔器与真元力有太大的差别和区分 但是 王尘确实能够暂时地积蓄 就有如此此刻一般 积蓄的魔器配合上自己的真元力还有星辰之力 三气融合 瞬间爆发 威力比想象当中的更加强大 这一下爆发之下 威力甚至是完全超出了星辰级大圆满强者的权力一级 达到了接近玄月级的一级了吧 鲜血淋漓 身形被抛飞出数百米在轰鸣声当中 杀手的身体狠狠地砸落在了地上 万鬼听令 恶鬼正法 在杀手被轰飞出去的那一瞬间 王尘一面追击 手中一面迅速地凝聚出符印 万鬼令一挥 瞬间恶鬼再次出没 巨大的恶鬼之王身形一闪 便是出现在了狠狠砸落在地上的杀手身边 刺拉 在杀手骇然的眼神当中 恶鬼之王一个撕扯传来了犹如实质一般的声音 啊 惨叫声爆发 灵魂一下子被撕扯了最起码三分之一 让这个杀手首领再次遭受重创 脸色苍白 他惨叫出声 神雷 而这时候 王尘却是追击到了他的身前 恶鬼之王一闪消失无踪 王尘颈随而至 一箭挥出 轰隆隆 恶鬼领域当中 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紫色的闪电 犹如龙蛇一般迅速地划破长空降落下来 轰 重创之下还来不及躲闪的杀手再次遭受重创 这可是神雷 当初连藤力在猝不及防之下都是遭受到了重创 何况是眼前的这个杀手 轻烟滚滚 惨叫声撕心裂肺 在神雷当中 杀手浑身焦黑 体无万夫 恶鬼之王 一招之后 王尘再次凝结手印召唤出了恶鬼之王 恶鬼之王一闪身 又是一击撕裂 啊 惨叫声之下 这一次 杀手的灵魂 竟然是直接被狠狠地撕扯了出来 没错 就是被撕扯了出来 接连遭受打击之下 此刻的杀手首领已经是胆寒了 已经是重伤了 面对神出鬼没的恶鬼之王的撕扯 他甚至来不及反应 哪里还有机会抵挡 在王尘爆发所有实力权力的进攻之下 在恶鬼之王的配合之下 王尘竟然对星辰及大圆满的强者形成了绝对的压制 这一份压制根本不给星辰及大圆满的杀手抵抗之力 灭魂 风动 雷暴 恶鬼之王 神雷 一系列的攻击犹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如此局面之下 这一刻 杀手首领也被斩杀 一切来得如此顺利 如此的轻松 甚至让王尘都闪过了一丝诧异的神色 恶鬼领域 这才是恶鬼领域最大的威力吗 王尘看着地上杀手首领的尸体 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以自己作为中心 配合恶鬼领域幻境的牵扯和迷惑 加上恶鬼之王的偷袭 三者相结合 才能够爆发出恶鬼领域最大的威力 王尘似乎领悟了 领域固然强大 但是靠着摧发强大的领域战胜对手 却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的 他如今的实力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或许是做到这一点 没有那么得心应手 真正最强大的领域是以人为本 以自己为中心 这才是领域真正存在的意义 如此才能够让领域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 他很清楚 若是没有恶鬼领域幻境的配合 若是没有恶鬼之王神出鬼没的袭击 他根本不可能这么简单的斩杀 这个大圆满的杀手 虽然靠着如今王尘的实力 要做到斩杀或许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番苦战却是少不了的 原来如此 想到这边 王尘深吸一口气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在这一次的领悟当中 恶鬼领域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不但是恶鬼领域 修罗领域 甚至九天圣堂都是如此吧 随即 王尘眉头一皱 暗暗地想到 或许 配合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 显然 配合是无比重要的事情 王尘在这一刻 寻找到了一条 崭新的出路 大幅度提升他战斗力的出路 若是提前两天 王尘能够拥有这样的领悟的话 或许 面对孤狼的战斗 便是不会那么狼狈了 又或者 如今在让王尘与孤狼一战 在提升之后的实力之下 在这一份领悟之下 王尘有信心与孤狼一战 断天刃 下一刻 王尘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明日对断天刃的战斗 王尘这一刻又有了更大的把握 第1549章决战断天刃 上 呼 在将几个杀手的灵魂收割了 并且将他们的尸体丢给了修罗王之后 王尘再一次回到了这一片山林当中 想到空间当中多出的一些药材和墨金币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更主要的是此番收获到了一本魔戒的修炼秘籍 而且看起来貌似很强大的样子 这一本秘籍或许能够给王尘带来一些帮助 他可以更加了解魔族的修炼功法 做完了这一切 王尘抬头看了看元楚 今日收获不小 只是 很快的 王尘的眉头却是紧锁了起来 他同时也是确定了自己斩杀的这几个人的身份 审法 无疑这几个人都是审法的人 没想到自己被审法给盯上了 如此一来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 王尘会危险不断 奇敖 还是 眉头微微地皱着 王尘低头喃喃自语着 奇敖 没想到他找到了审法的人吗 这让王尘眼中寒光闪烁 看来 这奇敖真是打算灭杀自己啊 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去寻找审法的人了吧 想到这边 王尘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杀机 既然 奇敖已经是逼到了这个地步 王尘不反击都是不行的了 斗舞大赛结束之后 便要做一个了断 深吸一口气 王尘喃喃着自语道 然后 他身形一闪便是 没入到了山林当中 什么 苍龙城内 此时 在城主府当中 上市刚刚恢复了一些的奇敖 在自己的房间之内 却是惊呼出声 失败了 你说神法派去的那些人都失败了 看着站在面前的中年男子 奇敖面色猙獰的询问道 他的眼中寒光闪烁 命牌 都破碎了 看着怒不可遏的奇敖 中年男子嘴角一抽苦笑道 三个星辰九级强者 一个星辰八级强者 这四个人在一个星辰级大圆满强者的带队之下 如此阵容追杀王尘竟然都失败了 失败了也就算了 更主要的是现在这几个人竟然全军覆没了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中年男子都显得有一些不可置信 要不是因为命牌不可能出错的话 他甚至怀疑这肯定是假的 但是 现在命牌的破碎 却是让他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 得到了男子的确定 奇敖更是宁生怒好道 这可是五个实力强悍的杀手啊 这些人可都是纯粹的杀手 这样的组合甚至去斩杀一个星辰级大圆满的强者都没有丝毫的问题了 但是 现在却是栽在了王尘的手上 王尘 可是只有星辰九级中旗的实力啊 还不知道王尘突破了的奇敖始终认定王尘不过是星辰九级中旗的实力罢了 这样的一个人 就算战斗力再强大又如何 就算他有空间那又如何 空间可不是万能的 没看到与孤狼的战斗当中 这家伙也是失败了吗 而孤狼 也就是星辰级大圆满的实力罢了 不可能 不可能是王尘 是不是 是不是碰到了别的强者 或者 或者有人帮助了王尘 孤狼 对了 孤狼 神罚不是也在追杀孤狼吗 是不是孤狼出手了 在愤怒之后 奇敖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一般询问道 没有 孤狼在城内 不可能出手 中年男子肯定地说道 孤狼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若不是摩月娇的要求 上座决定给孤狼一段时间的话 他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中年男子冷冷地横道 那到底是谁 奇敖抓狂的怒吼 杀了他 必须杀了他 让神罚再派人去追杀 必须杀了王尘 奇敖了大声地喝道 会的 等到斗舞大赛结束吧 斗舞大赛结束之后 我们会连带着孤狼一起斩杀 上座已经派来了五个新城级大圆满人员组成的队伍 其中一个 有七瓶血脉 中年男子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横道 七瓶血脉的新城级大圆满强者 这就算是喷到寻常出入悬跃级的强者都不会吃多大的亏 最起码 保命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四个寻常的新城级大圆满强者配合 这样的五个杀手甚至斩杀悬跃初级的舞者都可以了 他就不幸孤狼和王尘还能逃脱 惩罚想要斩杀的人 没有能够活着的 想到这边 中年男子眼中寒光闪烁着 那就好 便让那个砸碎多活一段的时间 听到男子的话 齐傲冷笑了起来 回去告诉上座 我这边的事情差不多了 等到那件事情完成之后 而后 齐傲语气一顿 阴冷了下来 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哈哈 到时候我们会全力相助 齐傲的话让男子眼中爆出了一丝金光大笑了起来 两人相识 确实已经不需要言语太多 夕阳西下 黄昏笼罩之下的山林 仿佛是撒上了一层金色一斑 美不生收 山林的边缘 此刻一道身形一闪而过 出现在了山谷当中 呼呼呼 微微喘息 王尘抹去了额头上的一丝汗水 九天圣堂 总算是弥补完成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感受着现在自己的情况 王尘露出了一丝笑意 而且六大罗汉的实力似乎都提升了 具象罗汉更是达到了星辰九级巅峰 想到具象罗汉 王尘更是多出了一丝兴奋 似乎当日被镇压之后 具象罗汉的实力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了不小的镇压 所以只能维持在星辰八级巅峰的层次之内 而后 王尘实力提升 具象罗汉达到了星辰九级 如今 王尘实力在提升 具象罗汉的实力则是来到了星辰九级巅峰 这已经是与王尘不相上下了 如此一来 让王尘的九天圣堂战斗力又是提升了不少 另外 一个下午对魔族功法的研究 让王尘也是收获不小 魔族功法走的是刚往纯粹的路线 这与王尘颇为相似 倒是给了王尘不少启发 尤其是一些招式 更是被王尘吸收了起来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而去 王尘对明日的战斗充满了信心 段天认 你准备好了吗 你啄眼睛 看着苍龙城方向 王尘自语道 话音落下 他身形一闪 便是朝着苍龙城方向而去 斗兽场 时隔三日 今日再次变得喧闹无比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喧闹 数十万人的斗兽场 不但是坐无虚席 更是拥挤进入了不少人员 偌大的斗兽场 今日只剩下了一个擂台 场内被装点的威严 古仆 这一切 都是为了迎接 今日斗舞大赛最后的决赛 今日 不但是斗兽场内寻常的人员们异常的疯狂 那些包厢当中更是强者如云 身份高贵 三大魔族亡国的皇室 各路强者 各家豪门纷纷都有人来到了这边等待着最后战斗的开始 伴随着王尘 孤郎 段天任何葛号四个人出现在场内的那一瞬间 爆发声 喧哗声来到了顶点当中 嘿嘿 王尘 看来你我一战是上天注定的 站在场内 享受招数十万人的欢呼 此刻段天任看着王尘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三日之前的战斗 段天任虽然失败 身受重伤 但是 今日看来 似乎恢复得差不多了 魔族强大的体制加上魔月教丰厚的资源 让段天任恢复并不困难 而且 段天任似乎也从打击当中恢复了过来 面对今日的战斗 他显得信心十足 嘴角更是带着阴冷的笑容 王尘 这一战 段天任本就是一直在等待 只可惜 半决赛当中遇到的不是王尘罢了 但是 现在也不算太晚 第一名 失去了虽然可惜 但是 身为魔月教的少主 段天任倒不是很在乎 相反 他更想要亲自一点点的弄死王尘 弄死这个胆敢冒犯魔月教的家伙 不要长老 公护法 偿护法 这三个人的仇恨 交给他了 听着段天任的话 看着他此时信心满满冷笑连连的模样 王尘 嘴角不过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谁生谁死 还未病 是吗 哈哈 看来 你到现在还不死心 近日的我 若是在与葛号一战 胜败难分 段天任眼神一闪笑道 恩 他的一番话 让王尘诧异了一下 葛号 难道说 这段天任也是在三日之前的一战之后 实力提升了 王尘下意识地朝着葛号看去 这个号的实力 或许丝毫不比孤狼逊色 甚至更强悍吧 段天任的提升 王尘的脸上多出了一丝凝重 不过 他却也是不惧 段天任提升了 王尘此番也是提升不少 那便看看 到底是谁提升的更多 那便看看 到底是谁能够笑到最后吧 加入我摩阅教 李可以留的一命 眼神一闪 看着王尘沉重的面色 段天任补充道 王尘固然与摩阅教有不小的仇恨 但是 他的实力 他的天赋可以弥补一切仇恨 若是他加入 段天任不介意放弃这个仇恨 甚至 给予王尘最好的照顾 料长老的位置 是你的 他眼神一闪 补充道 段天任的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 他等待着王尘的回答 不可能 眉头一皱 王尘深吸一口气 沉声说道 条件很是丰厚 但是 他注定不可能加入摩阅教 站 紧接着 王尘沉声说道 话音落下 他率先朝着擂台之上走去 第一场战斗 便是王尘与段天任的第三名之争 王尘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1550章决战 段天任 下 雷台之上 此刻气氛速杀 王尘与段天任两人此时已经是进入到了雷台当中 像是僵尸 两人身上的气息 这一刻开始一点点的升腾 战斗 眼看着就要开始 伴随着雷台的战斗节节升起 顿时 斗兽场内逐渐的安静了下来 之前的沸腾的喧哗声 这一刻似乎变小了不少 谁会赢 段天任 七级上瓶血脉 魔化之后很是强大 他希望更大 这个王尘 似乎也不简单啊 与孤狼一战 确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段天任更有希望 看着场内的两人 看台之上众人议论纷纷 显然 这一战 看好段天任的人更多 本来段天任就是此番斗五大赛 最有力的竞争者 但是 谁想到竟然冒出来一个拥有八级血脉的葛号了呢 这让段天任隐恨 但是 面对王尘 显然他们更信任段天任 对于场内议论纷纷的声音 王尘和段天任此刻却都是全然不顾 他们的眼中只剩下了对手 虽然自己的实力很强悍 但是 此刻段天任确实没有小看王尘 王尘的实力已经是得到了证明的 能够走到今日 又有几个人的实力会弱小的呢 尤其是王尘与孤狼一战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看看孤狼出现的时候那狼狈的模样 显然的 就算是胜利了 孤狼也是没有少吃苦 这样的一个对手 不容小看 你 确定要拒绝我们摩月娇的邀请 若是你来 出了长老之位 我们能够给你更多 眼看着战斗就要开始 段天任沉吟了一下 深深地看着王尘询问道 这是他给出的最后的机会 战 但是 回复他的却依旧只是王尘冰冷的回答 战 一个字 已经说明了一切 却也是将所有的后路都给堵死了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你要站那便站 王尘的这一次拒绝让段天任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他看着王尘冷冷的横道 呼呼呼 话音落下段天任周身气势澎湃而出 那恐怖的气浪翻滚 直冲云霄 星辰级大圆满 已经无限接近到悬月级的气势迸发出来 让王尘脸色微微一变 果然很强悍的气息 但是 这不够 眼中寒光一闪 在心里 王尘冷恒了一声 这实力 对付三天之前的他 或许还是不错的 但是 对付今日的他 却是断然不够 八门顿甲 开 邪脉天赋 开 朱雀烈焰 开 深吸一口气 王尘这一下也是将自己的气势迸发了起来 八门顿甲 邪脉天赋 朱雀烈焰 王尘全部释放而出 他将自己的能量也是提升到了最巅峰的层次当中 恩 感受到这一股气势 断天赋的脸色不由得微微的变换了一下 大圆满 他甚至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星辰级大圆满 这一刻王尘释放出来的气势 赫然不是也达到了星辰级大圆满的地步吗 这是让断天赋大感意外的事情 因为 在几日之前 他可是清晰地察觉到 王尘的气势 不过是星辰九级中旗 甚至 就算是在诡异的秘法爆发之后 也不过是勉强达到了星辰级巅峰的层次罢了 若只是如此的实力的话 那断天赋自然是有着必胜的能力 但是 现在的变化 却是让断天赋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紫雷神龙斩 不等断天赋想太多 王尘却是已经展开了他的攻击 断天赋的实力 王尘是知道的 尤其是断天赋展现出来的魔化的实力 那可是几乎代表着弦跃级的实力了 王尘知道 想要战胜断天赋 最基本的一点便是不能让断天赋 施展出魔化的能力 否则 魔化之后 真的很难办 风神步踏出 王尘手中原力之兵冲天而起 下一刻 狠狠地砸落了下来 呼呼呼 气势滔天 嗷嗷嗷嗷 一箭轰出 漫天之上骚然之间出现九条神龙 神龙飞扬穿梭细势惊人 轰隆隆 同时 虚空之上不知道何时确实凝聚出了密布的乌云 一道道雷电在乌云当中穿梭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落下 去 一挥手 王尘将手中的原力之兵冲着断天刃轰落了下去 狂风呼啸 在这一箭之下 九条神龙受到牵引张大了嘴巴也是俯冲而下 轰 同时 酝酿了片刻的乌云也是爆发了 一道足有手臂一般大小的雷电直接落下 穿透了那一层实质一般的结界 这一道雷电直奔断天刃的脑袋而去 休想 这一幕让断天刃脸色微微变换了一下之后大声的爆喝道 眼看着王尘一剑落下夹带着无匹气势落下 他哪里会坐以待毙 一声怒吼声当中 神兵是魂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黑光闪烁 鬼越剑法顷刻之间施展而出 寒风呼啸 鬼气凌然 一剑轰出画出了万千恶鬼 朝着王尘的紫雷神龙斩迎了上去 呜呜呜呜 鬼哭狼嚎 这一刻 整个雷台 黑色的光芒和紫色的光芒交错 仿佛这就是地狱 在整个地狱当中 王尘画出的神龙显得那么的刺眼 轰隆隆 轰鸣声不断地爆发而出 一阵阵的气浪朝着四周翻滚而去 神龙咆哮 万鬼哀嚎 这一刻场面壮阔 激烈 触目惊心 轰隆隆 终于 在这样的交锋当中 雷电碎裂 神龙湮灭 恶鬼消失 一股狂暴的气浪冲天而起 狠狠地冲击在了结界上 让整个雷台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瞪瞪瞪 一招之下 王尘和段天刃都是猛然朝着后方倒退而去 这一招 虽然声势惊人 但是 却是不分上下 哈哈哈哈 再来 一招之后 感受着体内那酣畅淋漓的感觉 段天刃骤然 瞪地稳住身形 紧接着一闪身 再一次朝着王尘扑了过去 鬼越剑法 轰然舞动 无尽剑气纷飞而出 化为一缕缕乐鬼朝着王尘纠缠而去 鬼越剑法 绝对算得上是顶尖的剑法之一 鬼越剑法 看到这一幕 王尘确实不慌不忙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玩鬼 王尘可不会忌惮任何人 这一套鬼越剑法的威力确实是很强大 但是 很可惜 王尘确实丝毫不会忌惮这一套剑法的 因为这一套剑法最核心的威胁 却是对于王尘来说不值得一提 甚至 王尘能够反制 既然如此 眼中一丝金光一闪而过 下一刻 王尘确实双手骚然凝聚出一个个复杂的符印 在强大的实力和神魂之力支撑之下 这个符印很快地便是凝聚了出来 六道轮回 恶鬼领域 沉生怒喝 王尘直接施展出了恶鬼领域 他先发制人爆发出了自己最强大的底牌 既然要玩鬼 那就到恶鬼领域当中玩吧 轰隆隆 领域降临 空间扭曲 这让断天刃的脸色再次变换了一下 这是 断天刃的心 忍不住跳动 空间 没想到 王尘竟然这么快地就施展出了底牌 这却是让他诧异和震惊的事情 看着身边空间扭曲 场景变换 这一刻断天刃确实发现 他竟然避无可避 这个空间将整个擂台覆盖在了其中 若是自己强行冲出去的话 那么 只能冲出擂台 而冲出擂台 便是失败 这却是断然不能够容许的 呜呜呜呼呼呼 狂风呼啸 恶鬼哭泣 在这个崭新的空间当中 看着眼前的一幕 断天刃又是瞪大了眼睛 这是 他感觉不可思议 一瞬间 鬼跃剑法 这一套他最引以为好的剑法 竟然是在这边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那最强大的幻象效果确是消失了 恶鬼似乎被这个空间全部吸收了一般 恶鬼出没 万鬼听令 紧接着 王晨不给断天刃太多适应和回神的机会 他迅速地捏出福音运转领域 召唤出了万鬼令 原本就阴冷的空间 此时变得更加阴朗 无尽的恶鬼虚影幻化而出 青面獠牙 长大了嘴巴 或是伸出长长的舌头 或是张大了血盆大口朝着他扑了过去 杀鸡凌然 鬼气森然 比起鬼越剑法 这些恶鬼看上去强大了不止十倍 这声势更是超越了鬼越剑法千倍 万倍 混蛋 这是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无穷恶鬼 看着这些朝着自己扑过来的恶鬼 断天刃的脸色骤然变了一下 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恶鬼 断天刃难以相信 此刻出现在他眼前的 竟然是这样的一幕 王晨 竟然压制了他最强大的一套剑法 恶鬼之王 同时 王晨此时却是控制阵法 凝聚出了恶鬼之王 随着恶鬼之王出现 王晨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现在 轮到他疯狂攻击的时刻到了 就看看断天刃这个星辰级大圆满的强者 在自己疯狂的攻击之下 会坚持多久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第1551张压制 恶鬼之王凝聚而出 王晨战亦凌然 风动 一声冷哼 王晨风神步踏出 风动一招施展而出 身形飘忽不定 转眼之间 他便是冲到了还在抵抗恶鬼的断天刃的身前 滚 身陷重围 断天刃此刻面色难看无比 眼看着王晨一箭轰来 他冷哼了一声 手中是魂横扫而出 怎么可能 只是 很快的 他便是惊呼出声 因为 就在这一刻 他这一箭轰出 轰在了王晨的元力之兵上面 却是没有爆发出任何的轰鸣声 更主要的是 他感觉到 自己的神兵是魂磁石 竟然是死死的被王晨手中的长剑给牵扯住了 就仿佛是被吸附在了一块巨大的磁铁之上一般 该死的 意识到不妙 断天刃连忙想要抽回 神兵 但是 王晨哪里会给他机会 这一瞬间 王晨身上的珠雀烈焰早已经是吐出了獠牙 吐出了火蛇朝着断天刃的手臂包裹而去 滋滋滋 一股股的磨气硬生生的从断天刃的体内被抽取了出来 混蛋 感受到这个情况 断天刃怒吼 滚 他体内的磨气疯狂的爆出 不愧是强者 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 他便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体内的强大磨气爆发之下 一股巨大的力量震开了王晨的这一股吸附力 雷豹 眼睁睁地看着断天刃身形一闪就腰包退而去 王晨面色清朗 这时候却是没有时间给王晨思考太多了 这时候更是没有时间给王晨去想太多 虽然这一瞬间网车吸收到的磨气真的很少 但是他却不能浪费了 雷暴一招在断天刃暴退而出的同时炸开 轰 浓烟滚滚 气浪翻腾 在这一股气浪当中 一声闷哼 断天刃的身形暴退而去 瞪瞪瞪 一口气退出了数十步 断天刃的模样显得有一些狼狈 虽然 在最关键的时刻摆脱了王晨的西腹 在最关键的时刻摆脱了王晨的雷豹 但是 那恐怖的能量爆发之下 却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身上的衣衫 此时已经是变得破烂了起来 甚至是隐隐地溢出了点点的鲜血 该死 魔化 吃亏之下 断天刃面色阴沉 他没想到 竟然在王晨的手中吃了如此大亏 深吸一口气之后 他选择了魔化 现在 在这个空间当中 在王晨爆发出了如此实力之后 以他大圆满的实力 想要战胜王晨甚至都是不够了 他必须拥有更强悍的实力 才行 恶鬼之王 去 见到断天刃要魔化 王晨连忙怒喝 福音捏出恶鬼之王凭空出现在了断天刃的身边 大尖锐的獠牙和利齿朝着断天刃撕咬而去 滚啊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断天刃心中大惊 连忙朝着一边跳动而去的同时 迅速地祭出了手中的弑魂剑朝着恶鬼之王披斩而去 卯乌一剑命中 恶鬼之王身形扭曲 发出了一声惨叫声 清晰可见地看到一道灵魂被视魂剑直接披斩而开 恶鬼之王竟然受伤了 这让王晨脸色一变 要知道 恶鬼之王在遭受这样的力气攻击的时候 完全可以选择分身的啊 分开身体 他根本不会遭受创伤 但是 此刻他还是遭受到了创伤 一切的原因便是因为这段天刃手中的神兵是魂 是魂神兵 对于灵体似乎有着格外特殊的伤害力 啊 虽然恶鬼之王受伤 但是 他却也是没有让段天刃占到太大的便宜 被劈斩掉了一道灵魂之后 恶鬼之王却也是撕扯到了段天刃的灵魂 在惨叫声之下 段天刃的灵魂也是被撕扯出来了一道 这一招之下 两败俱伤 恶鬼之王更是因为缺少了一道灵魂轰然崩溃化 为了17个恶鬼朝着四周倒退而去 恶鬼融入 面对这一幕 王晨连忙喝道 他催发万鬼令之内的一道恶鬼迅速地融入到了阵法当中 18个恶鬼再次凝聚成为了恶鬼之王 去 又是一生冷恨 王晨催动恶鬼之王朝着魔化当中的断天刃扑去 既然有恶鬼之王这样神出鬼没的存在 王晨当然不允许让断天刃魔化 一旦断天刃魔化 那就麻烦了 如今的王晨甚至没有胜利的把握 那可是媲美玄月级的实力啊 恶鬼在一次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断天刃的身边 让他的魔化过程再次顿了一下 这时 之前领悟到了恶鬼之王撕扯灵魂的厉害 这一次断天刃却是不敢再有任何的大意 他身形一闪 连忙是朝着旁边跳去 苍白的脸上多出了一丝冷汗 没想到 在王晨的这个空间当中 竟然会有这样难缠的存在 此时的断天刃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和肃然 看着紧随而至的王晨 他心中木火燃烧 他断天刃 身为魔月交的少教主 他可是天才一般的存在 他何曾吃到过这么多的亏 何曾受到过这么多的苦 何曾如此的狼狈 自从有记忆以来 面对同等级 甚至是比自己高一点等级的舞者 他从未失败过 但是 此番的斗舞大赛 却是接连遭遇挫折 先是葛浩 再是王晨 葛浩就算了 毕竟八级血脉代表着什么 断天刃能不知道 他无法媲美 但是 王晨呢 王晨甚至连魔化都还没有施展 若是这样失败的话 想到这边 断天刃一咬牙 幕后声当中 他暂时放弃了魔化 只能再一次与王晨纠缠 在了一起 轰隆隆 哗啦啦 一阵阵轰鸣声爆发而出 王晨与断天刃两个人的身影 纠缠在了一起 疯狂的战斗 王晨需要做的就是 用不间断的攻击 拖延住断天刃的步伐 让他没有魔化的机会 只要断天刃不魔化 在这个空间当中 王晨便是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上 也是如此 在王晨的进攻当中 在这样的战斗当中 他逐渐地占据了上风 风动 雷暴 诡异无比 灭世七斩 强悍无双 九子真言 霸道威猛 加上神出鬼没的恶鬼之王 所有的招式在恶鬼之王穿插之下 融合得趋于完美 王晨此时爆发出来的实力 甚至已经不是寻常 星辰及大圆满舞者应该拥有的了 尤其是恶鬼之王 每一次神出鬼没一般的袭击 都会给断天刃带来巨大的损伤 就算断天刃实力强悍 没有那么容易被抽取灵魂 但是 继二连三的小伤害之下 此时此刻 断天刃的灵魂最起码也是被抽取了五分之一 他已经是来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该死的混蛋啊 狼狈不堪的节节败退 脸色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断天刃此时面色猙獰的怒吼和咆哮了起来 毫无反击之力 他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毫无反击之力 这完全不是他预想到的结果 在断天刃远想的想象当中 一旦他魔化 以他如今强悍的实力 必定碾压王晨 但是 现在的结果呢 混蛋 王晨 你休想 知道继续待在这个空间必然只能等死 断天刃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他一咬牙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紫色的圆球 震天雷 爆 将手中这一枚珠子朝着身后的空间边缘之上丢去 断天刃凝声怒吼 撕裂这个空间这是断天刃的目的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跳出这个空间摆脱那该死的乐鬼 为此断天刃已经是顾不上心疼 顾不上遗憾了 轰隆隆 这一枚珠子接触到领域边缘的一瞬间便是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和冲击力 浓烟滚滚 整个恶鬼领域开始战斗起来 轰 下一刻 在轰鸣声当中 在那一股恐怖到了极致的能量当中 恶鬼领域竟然直接被炸开了 震天雷 顶级的震天雷 这一枚顶级震天雷的爆发 最起码是相当于一名弦乐级舞者权力一级 而且 剃美弦乐级中级舞者的权力一级 这可是摩月教少教主的他才有的东西 保命的东西 没想到此时此刻 竟然在渡武大赛当中被逼了出来 扑吃 领域崩溃 王晨张口之间便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盛行晃荡了一下 他倒退而去 周围的漆黑消失 周围的恶鬼消失 恶鬼之王开始崩溃 数十道鬼影返回到了万鬼令当中 下一刻 王晨与段天人回到了擂台之上 领域破坏 神魂受创 王晨的面色显得有一些不好看 没想到段天人身上竟然藏着如此宝物 若是刚才被这一枚震天雷轰上的话 或许王晨都可能会化为碎片吧 天舞步虽然体内气血翻滚在那一股爆发力的震荡之下 王晨此时也是异常的难受 但是 他却是别无选择 领域竟然是被段天人用那种手段给破开了 没有了领域的帮助 王晨更是不能让段天人有谋划的机会 他必须抢先再次压制段天人才行 天舞步踏出 王晨强忍着全身的疼痛要爆发他最后一级 活命的一级 胜败与否 在此一级 第1552章最后一级 王晨也没想到 段天人身上竟然蕴含如此宝物 硬生生地破开了自己的空间 这让王晨眉头紧锁 天舞步踏出 他连忙再次提升自己的力量 甚至超越身体的负荷 星辰级大圆满 无限接近玄阅级的实力让王晨不敢大意 甚至 若是让段天人魔化了的话 那王晨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一场败局 这却是他无法接受的 玄阅丹 我要定了 一声怒吼 王晨天舞步接连踏出 瞪瞪瞪 转眼之间 天舞步踏出十余步 每一步之下 王晨的气势都是飙升 扑斥 神魂重创的他 这一刻在恐怖的附和之下 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面色变得苍白了起来 但是 相比起王晨来说 段天人的情况却是好不到哪里去 此刻的他 面色也是苍白无比 神魂之上的创伤 他比王晨严重了不知道多少 要知道他可是硬生生的被万鬼之王抽取了至少五分之一的灵魂啊 这要是常人的话 早已经是难以支撑了吧 另外 在恶鬼领域当中面对神出鬼没的恶鬼之王 面对王晨的疯狂进攻 段天人的魔气损耗巨大 体力也是消耗巨大 此刻的段天人 呼呼喘息 现在的他 甚至想要魔化都困难 神魂的重创 让他难以魔化出强大的实力来 看着王晨一步步地冲过来 每一步之下 气势都在飙升 段天人眼中闪过了一丝骇然的神色 尤其是王晨的每一步之下 仿佛天地都在扭曲 无穷无尽的幻境开始诞生 地狱 烈焰 恶鬼 鲜血 内心深处的邪恶和恐惧被召唤出来 让段天人神色苍白地倒退出了好几步的距离 他更是无法平心静气地魔化 思 见到场内发生的这一幕 此刻 看台上的数十万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王晨 他竟然如此强悍 没想到段天人现在竟然处于被动 是啊 看来 段天人危险了 这王晨也是深藏不露的存在啊 恩 如此看来 孤狼更是强大 近日的两战 都会是精彩无比 在亥然之后 这些人忍不住议论了起来 王晨的表现 改变了之前那些不看好王晨的人员的看法 这小子 提升不少 同时 在后方 看着王晨的战斗 孤狼眼睛微微地瞇了起来 喃喃着自语道 提升很多 深吸一口气 葛浩也是微微地瞇起了眼睛喃喃道 此时的他 逼着头 却是不知道在沉思什么 仿佛想起了什么 也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很是隐晦的复杂的神色 王晨 你要留给我来击败 片刻之后 葛浩心中喃喃了一声 他 又变得更加强大了 包厢当中 柯营此时更是面色复杂地看着下方的王晨 仿佛 每一次战斗 每一场战斗 这王晨都能够给他带来意外 带来震撼 当初王晨在他的印象当中 不过是一个星辰六级巅峰的舞者罢了 但是 此番大战以来呢 从最开始的星辰八级 到星辰九级 再到星辰九级巅峰 而如今 王晨的实力更是丝毫不逊色星辰级大圆满 这个王晨 到底还有多少的秘密 他到底还有隐藏了什么 柯营已经不知道了 王晨 胜了 甚至 另外一个包厢当中 此时一个中年男子咪着眼睛笑道 去 我要王晨的所有资料 如此人才 不能错过 战斗虽然还没有结束 但是 这个中年男子却是断定了王晨会获胜一班 开始让身边的一个老者去搜集资料 对于他们这样身份高贵的人来说 来这边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看斗五大赛罢了 他们更多的是寻找人才 拉拢人才 帝国的今天 明天 需要更多如此人才的付出 家族的今天 明天 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来助就 给我破 擂台当中 此时 眼看着王晨气势不断的飙升 看着周围幻境越发的猛烈 断天刃的面色扭曲 猙獰 这样下去 他必败无疑 一声怒吼之后 断天刃强行让自己的灵台清明起来 同时 手中的是魂神剑骚然朝着雷台之上插去 轰隆隆 在这全力一击之下 整个雷台剧烈地站抖了起来 已是魂神兵为中心 无穷无尽的气浪翻滚而起 滑滑滑 弄弄弄 轰轰轰 那一块块足有一米长短的坚固的青色花 刚沿着一刻被层层掀起 无穷无尽的局势冲天而上 魔气在这一刻爆发 乌黑的魔气滚滚翻涌 将这无穷无尽的这幻象全部驱逐 幻月轮回 而后 一声怒吼 断天刃喷出一口精血 轰出一招 幻月轮回 这可是弦乐级舞者才能够施展的招式 这可是魔月教教主才能够施展的最强大的招式 没想到 如今的断天刃竟然学会了 而且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施展而出 这一招威力自然无穷 对身体和实力的要求更是苛刻 群长的星辰级舞者若是强行施展这一招的话 可能被无尽的能量直接冲击到包体而亡 就算是短天刃这样身怀七级上瓶血脉 实力无限接近弦乐级的强者 此时施展这一招 都是不得不用精血为瘾 否则的话 他必然无法施展而出 轰 弩弩弩 精血喷洒而上 是魂神兵感受到精血的滋润 顿时黑光冲天 一股极度阴冷的气息蔓延而开 滔天的气势之下 擂台隐隐战斗 滔天的气势之下 仿佛周围的灵气 魔气都被凝固了 去 艰难的挥舞长剑 终于 在危机之下 断天刃轰出了最强大的一招 正败 在此一举 这一招之后 他将会再也没有抵抗力 灵地 终于 在断天刃爆发的同一时间 王晨踏出了36步天舞步之后 也是爆发了 灵地 此刻 王晨轰出的这一剑 赫然不就是灵地吗 灵士七斩第五招 灵地 这一招的威力比起灵法来说 又是强悍了不知道多少倍 王晨如今的实力 施展出这一招都是显得格外困难 清晨九级巅峰的实力 开启八门盾甲 开启血脉天赋 开启朱雀烈焰 踏出36步天舞步 王晨才算是勉强地施展出来 呼呼呼 修修修修 一剑轰出 全身的真元力仿佛是被抽空 一剑轰出 全身的精气仿佛也是损失殆尽 甚至 这一剑轰出 王晨丹田当中的那个小世界都是疯狂地转动了起来 小世界当中无穷的星云翻滚 无穷的星辰闪烁 这个小世界此时竟然开始源源不断地给王晨提供能量 否则的话 以现在王晨的能量 能不能施展出这一招 那还是两说 嗡嗡嗡 原力之兵扩大到了数百丈大小 红光漫天 仿佛是撕裂了世魂神兵黑光带来的封锁 呼呼呼 一剑之下 风起云涌 天地这一刻都开始战斗了起来 涅地 这一招若是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的话 可以毁灭整个大地 可想而知 那是何等的恐怖 透土之力灌注而入 让王晨这一剑更是显得是大力尘 大地微微地战斗 仿佛在诉说着他此刻的恐惧 天空微微地摇晃 仿佛是在挣扎控制着什么 终于 那百丈大小的红色圆力之兵落下 终于 那黑光漫天的试魂神剑也是来到了跟前 圆力之兵 试魂神剑 都是夹杂着无尽的威力 朝着对方轰了过去 刺拉 刺拉 一阵阵碎裂声传来 恐怖的力量之下 两柄神兵此时应声声的是将整个空间撕裂 一道道的空间黑洞开始应声出现 那黑洞似乎就是张大了的恶魔的大嘴 周围被先飞起来的花岗研距石 全部被黑洞吸收了进去 尘埃漫天 天旋地转 世界末日 仿佛就在这一刻降临 持空定格 空间定格 世界上的一切 速度似乎都在缓慢下来 停止下来 碰 低沉的撞击声传来 并不是那种人们想象当中骇然的冲击声 滋滋滋 只是 这却是因为此时两柄神兵还没有彻底的交锋在一起罢了 这一马 最先撞击的是两人的气势 黑色的气息 红色的气息 相互撞击摩擦 一阵阵尖锐的摩擦声传来 轰轰轰 时不时的 一阵阵刺耳的爆破声传来 这是气势摩擦冲击造成的空暴 气势一点点的抵消 一点点的同归于尽 王晨和段天刃都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战胜对方 轰隆隆 轰轰轰 终于 当双方的周边气势全部抵消完毕之后 两柄神兵彻底的撞击在了一起 迟到的爆发声总算是迸发而出 轰 那轰鸣声震耳欲聋 那轰鸣声似乎让整个世界都要碎裂 那轰鸣声让整个斗兽场战斗 让整个斗兽场都被覆盖在了尘埃当中 轰 巨大的冲击之下 雷台彻底的崩溃 巨大的冲击之下 那一层结界哪里还有用 在战斗之后轰然碎裂 翻天覆地撞击 史无前例的威猛和强悍 第1553张艰难的胜利 轰隆隆 终于 在这样的撞击当中 大地开始呈现 在这样的撞击当中 整个斗兽场开始战斗和谎动 轰隆隆 这样剧烈的撞击 甚至是引来了天道的变幻 一道道雷电不断地落下 原本晴朗的天空 这一刻开始变得昏暗了起来 狂风暴雨 紧随而至 失去了结界的束缚 两个人这一次疯狂地撞击之下 那恐怖的气浪 肆无忌惮地朝着四周扩撒 轰轰轰 左过之处 这一股股气浪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势如破竹的破坏一切 整个斗兽场此刻 卷入到了恐怖的气氛当中 惊呼声 惨叫声蔓延 这一股气浪 甚至是直接伤害到了 看台上的观众 那些距离两人最近的观众 此刻遭殃了 实力强悍一些的 能够躲开的倒是没事 但是那些实力弱小却又躲不开的人 此时在这一股气浪之下 全部都是直接被掀飞了出去 呲呲呲 而此时身处在最中心的王臣与段天刃 却是面色如冰 两人的眼神此时都是显得冰朗 显得疯狂 显得刚毅 或者说 这一刻 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他们只能是竭尽全力 用尽身体最后一点点的力量抗衡 因为 这时候不是想要罢手就能够罢手的了 这时候若是任何一方贸然罢手的话 那恐怖的力量一担心过来 瞬间就会造成重创 这已经不是失败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呼呼呼 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汗水一点点的滑落 王臣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坚持 若是继续下去的话 他会更加危险 毕竟他的真原力实质上只是在星辰九级巅峰的层次 比起星辰大圆满巅峰的断天任弱了不少 加上魔族的强大体质 这样的坚持 步行 深吸一口气 王臣的心中暗暗地想到 丹田小世界 就在这时候 王臣眉头一跳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他丹田之内的那个小世界 已经形成一段时间了 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不断的完善 只是王臣不知道他的作用罢了 但是 就在刚才 在王臣施展灭地一招感觉后继无力的时候 丹田小世界运转 爆发出了一股能量帮助了王臣 那现在呢 现在若是能够再次爆发出一股能量帮助自己的话 那便好了啊 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点能量 因为此刻的王臣与段天刃处于平衡当中 若是能够得到那一点点的能量帮助 瞬间就能够打破平衡 想到此处 王臣连忙催动京丹 运行京丹 企图引导小世界 呼呼呼 羞羞羞羞 在王臣的丹田之内 这一刻 那京丹开始迅速地旋转起来 开始融入这个世界 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隐隐地 京丹站倒了一下 就是这个感觉 王臣心中一跳 融合 王臣再次将京丹融合得更深入 嗡嗡 这时候 总算的 那个小世界再次运转了起来 哗啦啦 枯竭的丹田 瞬间被一股能量充满 同时 无尽的能量涌入到了王臣的丹田当中 给我破 借着这一股力量 王臣深吸一口气怒吼出声 哄 一声怒吼之下 他体内的那一股能量被王臣引导爆发而出 以感受到王臣的情况 也在艰难地坚持的段天任瞪大了眼睛 他仿佛是见到了鬼一般 觉得不可置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臣的体内 竟然此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能量 这一股能量什么地方来的 段天任很清楚 王臣的实力根本没有自己强大 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今的局势 完全是因为那诡异的提升手段 那诡异的空间 那诡异的恶鬼之王 但是 就算这样 现在两人也在僵持 难分胜负 这一场战斗是一个平局的结果 然而 现在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他无法继续淡定了 轰 能量爆发 在段天任骇然的眼神当中 他整个人被震飞了出去 平衡 这一刻被打破 打破了这一种平衡之后 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起来 段天任被震飞出去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扑扑扑 鲜血喷洒 弄弄弄 骨骼的断裂声传来 伴随着段天任的惨叫声 失去了平衡之后 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段天任身上穿着的那一身战甲 瞬间四分五裂 他的身体鲜血狂飙 轰 被轰飞千米之后 段天任的身体狠狠地砸落在了 斗兽场的边缘之上 尘埃漫天 段天任身体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便是没有了直觉 呼呼呼 而此时 做到这一点的王晨 却也是轻松不到哪里去 他弯着腰 站在原地呼呼喘息 全身 似乎再也没有力量让他坚持 这一次的小世界爆发 虽然打破了平衡 但是 王晨却是感觉抽空了自己身体的一切 他也是强弩之末 这时候 随便一个舞者站在他的面前 或许都可能将他斩杀吧 此战 王晨的付出 也是惨痛的 极境 这一刻 伴随着段天任被轰飞出去 斗兽场一片极境 呼呼 极境到王晨能够清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滑 直到片刻之后 似乎众人这才从之前的震撼当中清醒过来 一片喧哗声冲天而起 天哪 这是 这是星辰级的较量 我看玄阅级的较量也不过如此了吧 这王晨 段天任 当真强悍 是啊 尤其是这个王晨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天啊 他击败了段天任 那击败王晨的孤狼 到底又有多么的强悍 在哗然之后 惊呼声此起彼伏 之前王晨与段天任的最后一招碰撞 着实是太强悍了 雷台坍塌 斗售场坍塌军裂 结界冲破 甚至战斗的渔波冲上了看台之上 这是何等的能量 那结界可是足以防御玄阅初级武者的交锋啊 但是 现在确是破了 看着那凌乱狼藉的战场 震惊已经无法形容众人的心了吧 还有就是王晨的胜利 这出乎了太多人的预料了 要知道段天任可是星辰级大圆满实力 外加了七级上品的血脉啊 这样的实力 若不是遇到变态一样的八级血脉葛号的话 他怎么可能失败 但是 如今他竟然再一次是摆在了王晨的手中 这让人骇然 另外更让人骇然的是孤狼的实力 孤狼战胜了王晨 那孤狼实力又能够达到什么地步呢 很强 这一招我难以抵倒 擂台之下 深吸一口气 看着王晨 孤狼沉声喃喃着 恩 他 很强 强大的超乎我的想象 葛号也是面色凝重地说道 战斗 结束 王晨胜利 本次斗舞大赛 第三名 王晨 在骇然和震惊当中 那个主持战斗的老者出现在了王晨的身边 他带着一丝复杂的神色看了王晨一眼 然后沉声宣布 王晨获胜 第三名 他达到了获得悬月单的资格和标准 秋休 同时 伴随着老者的宣布 两道身影一闪而过出现在了斗兽场当中 少主 惊呼声传来 看着满身鲜血的段天刃 这两道身影的主人站抖了一下 声音沉重 快 续命单 给他服用 其中一道身影更是连忙说道 两人手忙脚乱的连忙帮助断天刃平息伤势 这一次 断天刃伤得太严重了 平衡打破之后带来的伤 难以想象 王晨 好 很好 我摩月教跟你的事 不算完 紧接着 一个老者身形一闪 来到了转身准备离开的王晨的面前 沉声横道 他 赫然就是摩月教的牛长老 王晨跟摩月教 这一下仇恨算是大了去了 他不但是斩杀了摩月教的两个护法一个长老 抢走了摩月教最想要获得的一块地图 现在更是重伤了摩月教少主 险些让摩月教少主丧命 这样的仇恨 算得上是不共戴天 我 等着 听到老者的话 王晨身形一顿 眼中寒光闪烁 深吸一口气沉声横道 好 那边走着瞧 深深地看了一眼王晨 再看了看他身边站着的面色冰冷的老者 牛长老却也是不敢如何 他转身带着断天刃便是离开了斗兽场 这一次 他们摩月教当真是损失大了 原本少主是要亲自在擂台上斩杀王晨 谁想到 另外 还有孤狼 因为孤狼摩月教还无缘无故地欠下了神罚一个人情 现在 少主断然是没有机会与孤狼交手了 拉拢也是几乎失败 这 牛长老的心情此时显得沉重无比 看着牛长老走远了的身影 王晨面色肃然 摩月教 想到这个强大的踪态 王晨心情沉重了起来 片刻之后 深吸一口气他转身继续朝着斗兽场外走去 扑吃 他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形亮呛了一下 伤势严重 这让王晨更是心情沉重无比 摩月教倒是其次 但是眼前出现的神罚 却是最危险了 此番自己重伤 短时间之内难以全部恢复 那么 这岂不是成为了神罚最好的机会 神罚 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吧 第1554张奖励 斗舞大赛 最终还是落下了帷幕 结果出人预料 获得第一名的人 便是孤狼 靠着他那杀之急发挥出的13件 威力强横无比 甚至 比起三日之前与王晨战斗的时候更加强大 不知道是孤狼在与王晨战斗的时候隐藏了实力 还是说 那一场战斗让他变得更加强悍了 这一切却是王晨所不清楚的 但是 王晨却是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孤狼 很强 比想象当中还要强大 葛浩已经足够强悍了 但是 在孤狼的面前 葛浩没有任何的优势 单纯的从实力上面来说 葛浩并没有孤狼那么强大 在孤狼恐怖的进攻速度之下 葛浩根本就没有魔化的机会 失去了魔化之后增幅的实力 在孤狼的十三剑之下 在孤狼的杀之级之下 葛浩败得很彻底 这才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战斗一开始 孤狼便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直到战斗结束 甚至孤狼是没有遭受到太大的挑战 很强 看着磁石缓缓走吸雷台的孤狼 王晨深吸一口气 喃喃着自语道 就算是如今的王晨 也没有把握能够与孤狼一战 斗舞大赛结束 而随着最后一场决赛落下帷幕 这一次斗舞大赛也总算是彻底的结束 第一名被孤狼斩获 第二名则是葛浩 第三名王晨 第四名段天刃 随着斗舞大赛结束 斗手场内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欢呼声 秋休 同时看台之上 包厢当中 一道身影闪射而出 下一刻出现在了雷台当中 这赫然不就是仓储俊的军手柯天正吗 终于 在这一刻斗舞大赛结束的时候 他出现了 看着下方站着的王晨 孤狼 葛浩三个人 柯天正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哈哈哈哈 我仓储俊 人才辈出 柯天正大笑道 声音威严洪亮 让人不由得心神一震 此番斗舞大赛 让我甚感欣慰 我仓储之地 人才辈出 强者涌现 紧接着 他看着王晨等三人大声说道 恭喜三位年轻财俊进入三甲 此番 斗舞大赛前三名 每个人将会获得一枚悬月单 出着柯天正的手腕一番 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三个白色的小玉盒 去 一声轻横 三个玉盒瞬间化为虚影弹出 直奔王晨 孤狼和葛浩而去 修修 看着这一道白影射来 王晨等人哪里还敢大意 他们都是连忙伸手接住了这一个玉盒 全月单 看着手中的小玉盒 王晨露出了一丝笑意 如今 他的实力正处于星辰级巅峰 这悬月单对于王晨来说 太重要了 这一枚悬月单完全有希望帮助王晨直接冲击悬月级 甚至 若是王晨能够再进一步 达到星辰级大圆满之境 搭配上这一枚悬月单的帮助的话 他进入悬月级将会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想到这边 王晨小心翼翼地将这一枚悬月单收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看台之上也是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全月单 多少舞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啊 可惜 这东西太过于珍贵了 几乎都掌握在那些大能和贵族的手中 群常人根本没有希望见到和接触 貌似还有奖励吧 好像是 甚至 有一些人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奖励 据说 此番的五大赛可不单单只是这一点点的奖励 另外还有一个更加丰厚的奖励在等待着众人 另外 在众人的期待当中 柯天正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缓缓地说道 说到这边 他的话语一顿 另外 此番的五大赛的前六名将都会有机会 获得一次机会 进入神魔府邸的机会 轰 柯天正的一番话 犹如惊雷一般在人群当中炸开 什么 神魔府邸 天哪 竟然是神魔府邸 什么时候我们仓储君竟然出现了神魔府邸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群哗然了 沸腾了 神魔府邸 这可是传说中 魔神修炼的洞府 天堂 其中蕴含无穷机缘 其中更是收藏无尽宝物 这样的地方 绝对是那些强者梦想着前往的地方 没想到 此番斗五大赛的另外一个奖励竟然是这个 而且 竟然前六名的人都有希望进入其中 这能不让人感觉悍然和震惊 虽然 神魔府邸当中危机四伏 但是 机遇却也是无穷的啊 这奖励太丰厚了 嘿嘿 神魔府邸 这仓储君看来是有神魔府邸要出事了 难道是那个 这一次 这颗天正出手竟然如此大方 火镜国皇室肯定也参与进来了吧 又是一番新风险雨将会拉开 只是 这时候神魔府邸出现 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在包厢当中 那些大能和贵族们听到了这一番话 也是忍不住议论了起来 不少人都是眉头一皱 陷入沉思 如今 魔界不问 空间缝隙问乱 这一点 他们能够察觉不到 在这时候 突然之间神魔府邸要出事这绝非寻常 里面似乎蕴含着很深层次的意义啊 似乎 局势真的要发生变化了呢 一时间 众人沉默了起来 神魔府邸 场内听到柯天正的话 王辰也是心头一跳 暗暗的诧异了一下 神魔府邸 真的存在如此地方 若是真的存在 那倒是有无限机缘 相比起来 似乎这个奖励更加诱人 这是进入神魔府邸的权杖 而等收好 一月之后 城主府集合 到时候 你们将会前往神魔府邸 在王辰暗叹的时候 又是黑光闪过 紧接着 王辰手中多出了一枚权杖 神魔府邸的权杖 哈哈哈哈 希望这一个月之内 尔等实力能够更进一步 随着权杖也颁发完毕 柯天正大笑了一声 下一刻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斗舞大赛 在这一刻才算是彻底的落下帷幕 看着手中的权杖 王辰显得神色凝重了起来 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王辰的心理很快便是有了判断 一个月之后 若是没有踏入玄阅集 进入神魔府邸 必死 耳边 更是传来了孤狼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王辰转头看去 神魔府邸 固然机遇无穷 但是 危机四伏 更大的危险是竞争 此番神魔府邸开启 必然有无尽强者涌入 甚至是玄阅集大能都会进入 感受到王辰的眼神 孤狼提醒道 恩 必然有大能进入 此番斗舞大赛便是出现不少强者 想来 不少人都是收到了消息 到时候 不但是仓楚郡强者进入 整个火镜国 乃至整个魔界都会有强者进入 火镜国皇室更是已经插手此事 此番的斗舞大赛 火镜国皇室便是已经插手 葛浩的声音传来 他的声音略显低沉 这似乎还是王辰第一次听到葛浩 如此说完一番完整的话 希望 你可以更进一步 否则 你会死在那些人的手中 突然 葛浩深深的看了一眼王辰说道 这一番话 让王辰身形一阵 不知道为何 就在那一瞬间 王辰竟然感觉到葛浩一闪而过的眼神 让他感觉到了一丝熟悉 一个月之后见 只是不给王辰太多思考的时间 葛浩身形一闪 便是朝着斗兽场之外走去 留下王辰和孤狼站在圆的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他 不是一般的魔族 孤狼深吸一口气 喃喃着说道 似乎 这一番话 就是在对王辰说的 不是一般的魔族 那是 王辰眉头一皱 心中不知道为何 却是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这个葛浩 似乎越来越神秘 随着对他的了解越多 便越是感觉 在他的表面之上仿佛笼罩着一层浓雾 让人深入不进去 小心神法 今日最好离开苍龙城 紧接着 孤狼看着王辰说了一声 而后也是转身缓缓地朝着斗兽场之外而去 留下王辰一个人最后站在了斗兽场当中 眉头紧锁着 片刻之后 拖着疲惫的身躯 他也是朝着斗兽场之外走去 之前还热闹无比 激烈无比的斗兽场 似乎伴随着三个人的离去 变得冷静了不少 混蛋 王辰 玄月丹是我的 是我的 而王辰所不知道的却是 在他转身离开斗兽场的时候 在斗兽场当中的一个包厢之内 看着王辰离去的背影 此时奇傲却是面色猙獰的怒吼和咆哮着 玄月丹 这也是如今他最需要的东西之一啊 虽然 贵为城主府的公子 但是 这玄月丹喜是他想要就有的 原本此番大赛他便是冲着玄月丹而来的 现在却是被王辰拦在了门外 奇傲怎能不恨 杀了他 我不想等太久 全月丹 我要了 紧接着 奇傲转头朝着身边的男子冷横道 画音落下 杀鸡避险 空间凝固 第1555章逃亡 苍龙城外 王辰此刻身形迅速的闪动 他整个人化为一道虚影朝着远处狂飙而去 体内的伤势 此刻暂时的被王辰是压制 他没有任何的时间调整和恢复 神罚的出现 让王辰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因为 在离开斗兽场的那一瞬间 王辰便是感觉自己被盯上了 而且 那种感觉很微妙 甚至让王辰难以发觉 盯着他的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让王辰感觉到了危机 他几乎可以断定 盯着他的人 肯定就是神罚的人 所以 一路而来 王辰几乎是将自己的气息彻底的压制 同时饶了大半个苍龙城 耗费了半天的时间之后 才算是彻底的离开了苍龙城 而后 出城之后 王辰更是一路狂奔 封神部施展而出 将他的速度提升到了最强悍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狂奔了两三个小时 在几乎王辰都感觉无法动弹的时候 他才算是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下一刻 他冲入到了远处的一个山脉当中 身形消失在了这一片大地之上 混蛋 而王辰所不知道的却是 在王辰离开苍龙城之后 苍龙城内 几个男子面色阴冷的看着王辰离开的方向大声地骂道 王辰之前所察觉到的跟踪的气息 赫然就是这几个人的 跟丢了 在城主府当中 此时 齐傲的书房之内 齐傲面色阴沉的看着眼前的三个男子目喝道 三个人跟踪王辰 这样都跟丢了 那让他还能如何斩杀王辰 难道就让王辰这么的逃走了 这让齐傲怎么甘心 玄月丹啊 那可是玄月丹 如今的齐傲太需要这个东西了 若是能够获得玄月丹的话 齐傲完全有机会直接冲入到玄月级当中 身为此番大笔第六名的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月之后进入神魔府邸的机会 若是这时候实力更进一步的话 但是现在 一切都被该死的王辰给打破了 混蛋 废物 没用的家伙 齐傲看着面前的三个人怒吼着 为了防止王辰离开斗兽场之后直接逃走 齐傲这才动用了大量的关系 调遣了这三个城主府之内最擅长跟踪 甚至是仓储郡之内最擅长跟踪的他们去跟踪王辰 可惜 现在跟丢了 这让齐傲怒火冲天 在齐傲的怒吼声当中 三人是狼狈的被赶出了这个书房 若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话 齐傲毫不介意现在就直接杀了这三个混蛋 呵呵 齐公子 不用这么生气 就在齐傲气喘吁吁 愤怒难以抑制的时候 一声笑声却是在这时候传来 紧接着 一道身影从书房后面的屏风当中走了出来 这赫然不就是神法的那的老者吗 来到齐傲面前坐下 老者眯着眼睛 我的人 还在跟着王辰 老者露出了一丝笑意 什么 真的 老者的话 让齐傲仿佛是抓到了希望一般 他一下子身体前倾 盯着老者他大声的质问道 恩 几个出城的门口 出城的必经之路 还有城外的一些地方 我们审法都安排了人 老者笑道 只要王辰离开苍龙城 他必然无处可逃 若是他在城内 那么我们审法一天之内绝对找到他 老者信心十足地说道 如此便好 老者的话 让齐傲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笑了起来 不愧是神法 果然还是的靠你们 那一群废物 根本无用 齐傲放松之后看着老者笑道 而且 此番我们派出了一个神法之内的跟踪高手 就算是玄月级的强者也未必能够摆脱他的跟踪 何况是王辰 等着吧 很快 王辰便有消息了 老者淡定无比 虽然 接连接到了几条信心 都说跟丢了王辰 但是 老者却是满不在乎 只要那个人在 一切就都好说 他有着绝对的信心 羞羞 然而 就在老者笑咪咪的坐在这边等待的时候 突然 门外一道身影闪过 然后缓缓地进入到了屋内 尹 你 怎么来了 找到王辰了吗 看到这一道身影出现老者诧异了一下 然后连忙问道 同时 看着面色惊叉的齐傲说道 这是我的人 那个跟踪高手 尹 我们组织当中 最强悍的跟踪高手之一 怎么样 王辰呢 见到这个人此刻出现 听着老者的介绍 齐傲也是顿时 来了兴致 他连忙询问道 跟丢了 只可惜 下一刻 还不等齐傲高兴 男子的一番话 却是让齐傲嘴角一抽 他瞪大了眼睛 跟丢了 齐傲不可置信地看着老者 这就是他口中神法的跟踪高手 他竟然也跟丢了 不但是齐傲 老者的嘴角也是一抽 瞪大了眼睛 什么 怎么可能 尹 你怎么可能跟丢 成主府这样的地方 尹都能够来去自如 何况是跟踪一个王辰 他怎么会失败 老者不可置信 王辰 出城了 速度很快 他压制了伤势狂奔了两个消失 我跟不上 尹那冰冷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无奈 没错 他就是自始至终王辰隐隐察觉到 但是却是始终无法寻找到的跟踪者 王辰就算是耗尽了心机也没有摆脱尹的跟踪 他一路跟踪王辰离开了苍龙城 只可惜 王辰之后一路狂奔 这让尹为难了 王辰的速度很快 耐力很强 尹虽然是跟踪高手 但是 他的实力却不算强悍 最大的特长跟踪 在王辰疯狂的逃窜之下 在王辰绝对的速度之下 显得那么的无用 在两个消失之后 尹终于是感觉力竭无法继续跟踪 他心里也是纳闷无比 有这样的人麻 有这么疯狂逃跑的人麻 他是真的受伤了 有那样的伤者 两个小时 听到尹的话 老者嘴角一抽 他也算是知道王辰怎么摆脱的了 尹的实力 不过是星辰三级啊 这样的实力 或许不算弱小 但是 跟踪一个全速狂奔 而且耐力惊人的星辰九级舞者 确实显得 有一些吃力了 何况 王辰的速度很快 这让老者脸色一红 感觉丢人 让狼出动 从你更丢的地方开始寻找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王辰 深吸一口气 老者恶狠狠地说道 好 听到老者的话 赢点了点头 下一刻 身形无声无息的消失 习公子 这可可可 放心 只要有了王辰的线索 狼就能够找到王辰 三日 不 两日 两日之后我便给你答复 老者信誓旦旦地说道 话音落下 他也是连忙告退 这一次的丢人 让他没有颜面继续留在这边 混蛋 王辰 你休想逃走 等到老者离开 留在房间之内的齐傲也是怒吼了起来 下一刻 怒吼一声 齐傲转身朝住书房之外离去 大约一小时之后 城主府之外 一队约莫数百人的军队在齐傲的带领下朝着城外开发而去 主上 是不是需要我去叫他们回来 城主府内 最高的停格当中 此时 看着外面发生的事情 看着齐傲竟然拉着一个队伍朝着城外而去 眉头一皱朝着身边的柯天正询问道 四字调动军队 这是大罪 这齐傲想死了吗 老者眼中寒光闪烁 这齐傲是占着自己的身份 越来越放肆了 尤其是这几天来的表现 他以为他这几天调用城主府内的力量无人发现 那就错了 城主府 只有一个主人 那便是柯天正 城主府指在一个人的掌控当中 那也是柯天正 不用 让他去 喝喝 让他去玩 听到老者的话 柯天正确实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伸手制止了老者的举动 然后喃喃的说道 好了 他的事情不必关心 柯天正在一次挥了挥手之后 转身朝着亭阁之外走去 留在一个老者站在远的看着柯天正离去的背影 却是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下一刻 老者身形一阵 却是闪过了一丝复杂和骇然的神情 紧接着 他转头看了看远处离去的队伍 叹息了一声 看来 这苍龙城也是没有往日安静了 唏嘘了一番之后 老者也是转身离去 亭阁再次陷入到了安静当中 夜幕降临 此刻 在距离苍龙城足有百里地之外的山脉当中 在那一片密林之内 在那漆黑的光线之下 王臣呼呼喘息 他的脸色显得有一些苍白 现在 应该跟不上来了吧 看了看身后的密林 王臣喃喃自语道 不吃 只是 很快的 他却是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 伤势在一个下午的狂奔之后 变得更加严重了起来 不行 必须找一个地方尽快恢复 深吸一口气 王臣连忙说道 再不恢复的话 伤势必然越发的严重 到时候 想要控制都困难了吧 其熬 今日的事情 我不会忘记的 而后 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王臣冷冷的横道 今日犹如丧家之犬狂奔逃亡 这样的日子 王臣多久没有感受过了 他岂会轻易的忘记 这件事情 他记住了 有朝一日 并然全书奉还 第1556章水底洞斧 上 呼呼呼 山林深处 此刻 在一个隐蔽的山洞当中 王臣盘膝而坐 他双眼紧闭 正在修炼 每一呼一吸之间 王臣的口鼻之处 都能够看到一丝丝仿若实质一般的灵气和星辰之力被他纳入到了体内 体内 真圆滚滚而动 同时 无尽的星辰之力的涌入 更是迅速的强化王臣的肉身 身上的伤势 在这一刻 似乎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了起来 来 伸手一招 王臣手中多出了一瓶灵液 神魂的重创 让他需要借助灵液迅速的恢复 孤独孤独 两口灵液灌下 王臣瞬间感觉一股温和的能量扩散而开 时间一点点流逝 王臣身上的伤口之间的消失 他体内的伤势 也是开始逐渐的恢复 那神魂 更是在灵液的滋润之下 不知不觉当中弥补着 星辰之躯 加上灵液的配合 如今的伤势已经很难真正的对王臣造成多少的伤害 一日之后 王臣的伤势彻底的复原 他状态再次来到了最巅峰的层次当中 这时候 王臣才算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弹天之内的小世界当中 在与弹天任一战的时候 最危急的时刻 若不是因为小世界内接连爆发出的两股力量的话 如今的王臣怎么可能还站在这边 或许 他甚至已经失败了 这个小世界 给了王臣巨大的帮助 这也是让王臣对这个小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这个小世界当中 到底隐藏着何等的秘密 到底还有多大的作用 王臣并不清楚 内视而去 王臣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这个小世界似乎伴随着天地的运转 他也在缓缓的运转当中 之前的修炼和恢复 王臣也是感觉到 每一股灵气和星辰之力进入到自己的体内之后 绕转一圈 都是被分流出了一部分进入到小世界之内 这个小世界也在摄取着无穷的能量 星辰 天地 天道 观察了一番小世界 王臣眉头一皱 若是这个小世界完整的话 相信断然不会比轮回领域弱小 王臣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一旦他丹田之内的这个小世界若是圆满了 那么 他的战斗力 将会无穷攀升 他的未来 或许真的就要不可限量了 甚至 如果这个小世界能够独自运行 跳出天地 那么 王臣在以后的战斗当中 甚至就能够无穷无尽的从这个小世界当中摄取能量 在修炼的时候 也能够在小世界当中感悟大千世界 若当真如此 天地之间的枷锁还能封锁王臣的进步之路 正当王臣在研究着他的小世界之时 王臣藏身的这一片山脉之外 此刻 几道身影一闪而过 狼 有什么线索 山脚下 一个老者看着出现在面前的男子询问道 狼 神法当中能力最强的搜索者 他能够靠着任何一点点为不可查的痕迹 找到他所有寻找的目标 到眼前为止 狼的行动 还没有遭受到过真正的失败 血迹 祖迹 他 就在这一片山脉 听到老者的话 狼眼中闪过了一缕金光 缓缓地说道 血迹 祖迹 这一切是王臣一日之前重伤逃入到这一片山脉当中无意当中留下的 在这偌大的山脉 恍如大海一般的天地当中 寻找到这一点点的痕迹 足见狼的本事如何强悍了 继续 挖出王臣 听到狼的话 老者点了点头成声横道 昨日在齐傲的面前夸下海口 这让老者颜面尽失 不找到王臣 他还有脸去见齐傲 甚至 上座都会因此而怪罪于他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 这一片山脉不小 王臣的足迹留下很少 看来 他警惕性很高 想要找到 最起码 需要三天 转头看了看身后茫茫领海 狼沉声说道 三天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若是换做寻常人的话 莫说三天 就算三十天 在这样的茫茫领海当中 也休想要找到王臣的藏身之地吧 三天 不行 太长了 一天 后天天亮之前 我要找到王臣 我带来了三百斤五十兵 任你调遣 狼的话音刚落下 在老者身边站着的那名男子 却是冷冷地说道 齐傲 没错 这就是私自带兵离开了苍龙城的齐傲 玄月丹让齐傲始终无法放下 如今 对于齐傲来说 多耽误一天的时间 王臣就可能炼化掉玄月丹 这让他无法等待 也是他冒着风险直接拉出军队来的原因 三百斤兵 听到齐傲的话 狼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大山 纵横数千米 一个人又是如何的渺小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可不是人多就能够搞定的 这三百斤兵或许素质不错 但是他们又有什么搜索的长处 后天中午之前 我们会把王臣找出来 在狼准备拒绝的时候 老者却是朝着齐傲说道 话语显得坚定无比 好 后天中午 听到老者的话 齐傲眉头一皱 然后沉声说道 话音落下 他看着眼前这个叫做狼的男人 三百斤兵随你调动 一挥手 齐傲将一枚兵符丢给了狼 这可是仓储俊的三百斤兵 每一个人的实力都是强悍无比 能够起到不小的帮助 走 接过了兵符 狼眉头一皱 下一刻 深深的叹了一眼齐傲 然后沉声喝道 话音落下 在狼的带领之下 三百斤兵开始朝着山林当中涌入而去 而后 在狼的指挥之下 迅速分散而开 呈现出地毯式搜索的势头 朝着四面八方搜索而去 尘 有人追来了 山林深处 王尘隐蔽的那个山洞当中 此刻 蝎黄身形一闪出现在了山洞当中 看着王尘 蝎黄白强沉声说道 追来了 这么快 听到白强的话 王尘也是心头一跳 下一刻 眉头紧锁了起来 恩 大概有三百余人 其中有一个跟踪高手 寻找气息很强悍 是不是要我去 白强摆出了一个歌喉的姿势 若是王尘需要 他现在就能够去杀了那个家伙 以白强的实力 斩杀那个家伙却不是很难 不要 王尘拒绝了白强的建议 他眉头一皱 这附近有没有更好的藏身之地 现在的王尘 并不想与这些人交锋 杀了一个跟踪高手 那又如何 他们还能派来第二个 第三个 永无止境 若是如此 只会耽误王尘自己修炼的时间罢了 留给王尘的时间不多 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神魔府邸就要开启 他必须趁着这一段时间 冲入道选乐集当中 否则的话 神魔府邸 他难有收获 有 前方千米 有一个水潭 昨夜我无意当中发现水潭之下似乎隐藏已洞穴 白强沉吟道 若是能够尽快离开藏入那的洞穴的话 白强眼中金光一闪 好 那便去那边 走 至少 赤不一迟 王尘带着蝎黄便是迅速地放弃了这个藏身之地 虽然 对方短时间之内寻找不过来 但是 王尘却是有了足够的危机感 很快的 王尘与白强便是来到了千米之外的那个水潭当中 就是这下面吗 站在水潭边上 王尘神魂释放而出 强大的神魂之力瞬间穿透到水潭之下 隐约之间 王尘似乎也是发现了有一个空白的地带 水潭之下 王尘眉头一皱 在这样的深山当中 在如此水潭之下 竟然隐藏一个洞穴 这本就是奇怪的事情 小心一些 我们下去看看 紧接着王尘沉吟了一下之后说道 若是他能够进入其中 并且以自身的气息掩盖着一个空间的话 任凭在强悍的寻找高手也无法搜索到他的踪迹 如此的话 王尘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安全的空间 让他练化弦乐丹 碰碰 水花见喜 不过片刻 王尘便是与白强融入到了水潭之内 这个水潭很深 在下潜了三五十米之后 还未看到底部 甚至 此刻的王尘已经感觉到 周围一片黑暗 体内的气血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加速流转 王尘感觉悶的难受 真原力猛然爆开 无形的气息帮助王尘推开了周围的水流 仿佛水流与王尘之间 多出了一道隔阂一般 这才让王尘舒服了不少 继续下潜 当王尘与白强两人深入到百米多之后 这才来到了底部 这是 看到地部的第一瞬间 王尘的眉头一皱 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这个水潭的地部 并不寻常 尤其是此时展现在他面前的那一扇青涩大门 虽然在水底沉睡了不知道几千年 几万年的时间 大门之上已经是遍布秀姬 让人难以认清 但是 王尘靠着惊人的眼里和敏锐的洞察力 还是第一时间发现到了那斑驳秀姬之下隐藏的复杂纹路和两个尸头环扣 在这深山水潭百米之下 竟然还隐藏着一扇如此大门 显然的 大门之后的洞府 似乎显得极不寻常 王尘感觉到 自己心跳似乎放慢了一拍 脑中有无穷疑惑的同时 王尘的心中更是多出了无尽的好奇 他 顶着强大的水呀 带着白墙缓缓地朝着这一扇大门靠近而去 第1557章水底洞府 下 该死的 跑了 一日之后 深山之内 在王尘之前藏身的隐蔽洞穴之内 狼的面色显得有一些难看 他发现了吗 眉头紧锁 狼蹲在地上 看着周围的痕迹喃喃的自语道 他可以断定 就在不久之前 王尘应该就藏身在这边 此地 有明显的活动痕迹 而且很新 另外 他嗅到了那种气息 他发现鲜血的气息 那是王尘的气息 敏锐的鼻子 强大的洞察力 让狼一路带人追击到了此处 可惜 王尘却是率先一步离开 搜 他不会走得太远 人员散开 相隔五米 进行地毯时搜查 不要放过一点痕迹 想到这边 眼神一闪 狼大声的朝着身边的所有人 吩咐道 在狼的吩咐之下 转眼之间 数百人散开 再次搜索前进 碰 水底当中 悬污涌动 王尘再一次被弹了回来 看着前方的这个古仆的大门 王尘的眉头紧锁着 已经是接近一天的时间了 这一天的时间当中 王尘用了六七种方法尝试破开这个大门 但是 最后却都是失败了 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大门 显得坚固无比 在这水下 为然不动 一天的时间 也是让王尘不得不浮上水面换起了七八次 耽误了也是不知道多少时间 在这水深百米之下 王尘根本无法施展出太强大的力量 强大的阻力 强大的福利之下 让王尘力量甚至是连平时的十之一二都发挥不出来 而强力的招式 王尘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 却都是放弃了 一方面 大门之后 不知道隐藏何物 又有如何的危险 这让王尘不敢贸然强行轰破这一扇大门 另外一方面 却也是因为 若是王尘在水潭当中用处强大的招式 那必然让整个水潭震动产生巨大的动静 这对于如今并不想跟神法交手的王尘来说 绝对不是好事情 站在这一扇大门前 王尘眉头紧锁着 尘 最多一日他们便会搜索到这个地方 正在王尘愁眉不展的时候 蝎黄却是从前方游来 看着王尘他神色凝重地说道 这一日的时间 王尘在想着破开大门的方法 而蝎黄则是每个一段时间便会出去探查一番情况 这一次显然他带回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样吗 听到蝎黄的话 王尘心中一沉 白强 你我二人合力拉开这个大门 终于 深吸一口气 王尘沉声说道 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最后一次 这一次 王尘打算与蝎黄联手拉开这个大门 若是二人联手尚且不能打开这一扇门的话 那或许便是只有用最直接的方式了 走 想到此处 王尘与蝎黄同时来到了大门之前 开 深吸一口气 王尘与蝎黄一人一边 猛然拉动了这个石门之上的两个门扣 怒吼声当中 王尘与蝎黄此刻都是将他们所有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轰隆隆隆隐约之间 听到了一阵轰鸣声 整个水潭似乎都微微颤抖了一下 真原力灌注而出 甚至 此时的王尘不得不开启了八门盾甲 而蝎黄更是为了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直接画出了蝎黄的本体 弄弄弄 终于 在王尘与蝎黄耗尽全力的情况下 这个大门缓缓地站斗了一下 紧接着 一阵低沉的声音传来 弄弄弄 那低沉刺耳的声音 即使是在这水中都显得如此清晰可闻 滑滑滑 原本平静的水底 这一刻已经是开始暗流汹涌 无尽的激流开始澎湃了起来 开 见到大门有所松动 王尘更是卯足了力气 在他与蝎黄的配合之下 终于两人将这不知道多么沉重 不知道多么牢固的大门硬生生的来开 拍开了万千的水浪 大门终于敞开 恩 而随着大门敞开的那一瞬间 王尘瞪大了眼睛 没有想象当中的危险出现 甚至 水底在之前的激荡之后 这一刻竟然恢复了安静 前方 展现在王尘与蝎黄面前的是一条漆黑的通道 一眼看去 甚至看不到远处的情形 更诡异的是 这通道竟然没有丝毫的水流渗入 只是因为常年的阴暗 导致通道显得潮湿无比罢了 在通道的前方 有一层诡异的能量结界 此刻正在阻拦着无尽的水流涌入 大能手段 回过神来之后 王尘自语道 大能的手段才能够造就出如此诡异的情形 才能够在这百米的水层之下开辟出如此一个空间 就算是如今的王尘 想要开辟出如此空间 并且存在不知道多少岁月 那都是显得困难无比的 走 回过神来 看了看同样诧异和震惊的蝎黄 王尘说道 话音落下 他缓缓地朝着通道之内走去 王尘很是顺利地变通过了那一层能量层 没有受到丝毫的阻隔 似乎 那能量层只是对水流起到了排斥的作用 结界 喜 封印 随着蝎黄也进入到通道当中之后 王尘这才迅速的凝结出了一个结界封闭了这个洞府的所有气息 如此之下 最起码能够保证的是寻常舞者断然不可能发现这个洞府的存在 尤其是在百米之下的水潭当中 做完了这一切 王尘才与蝎黄缓缓前进 滴答滴答 岁月的痕迹 让这个通道当中充满了潮府的气息 时不时滴落的水滴更是仿佛敲打在人们心上一般 让人感觉惊得可怕 王尘与蝎黄显得格外小心 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这样的空间当中 随时都可能出现无穷的危险 嗚嗚嗚嗚 就在王尘与蝎黄前进了数百米之后 空气显得越发的冰冷起来 环境也是显得越发的阴森了起来 阴风呼啸 让人毛骨悚然 下一刻 在王尘的警惕当中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刺拉 恩 一声温横 王尘身形笨了一下 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神魂 王尘感觉 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 他的神魂竟然被撕裂了一缕的能量 不好 恶鬼 很快的 王尘便是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般惊呼道 恶鬼 那种气息 这种伤害手段 王尘太了解不过了 这是恶鬼的攻击 专门攻击人的灵魂 尤其是在这样漆黑的环境当中 恶鬼更是神出鬼末 防不慎防 这显然是巨大的危机 嗚嗚嗚嗚嗚嗚 一集之后 整个空间开始变化 阴风阵阵 鬼哭狼嚎 同时 漆黑的环境当中 更是逐渐的呈现出了点点鬼火闪烁跳跃 无尽恶鬼 一眼看去 那些鬼火犹如满天繁星 王尘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恶鬼的数量最起码有成千上万了吧 没想到 没想到 在整个水潭之下的通道当中 竟然隐藏着成千上万的恶鬼 当初 当初 这边到底残留下了多少的生命 虽然 这些恶鬼还有蓝光闪烁 鬼火生疼 能够说明 这些恶鬼生前并不算强悍 最起码 连圣武者 也就是魔界当中的八级武者的实力都未达到 否则的话 恶鬼将无鬼火 他们能够轻松隐藏 达到最好的攻击目的 但是 就算如此 这成千上万的恶鬼突然出现 在这样漆黑昏暗的潮湿当中 恐怕也是足以造成无穷的杀伤力了 寻常神武者和新臣及武者能否抵挡还是两说 来得好 哼 万鬼令 在震惊之后 王尘的嘴角却是露出了一丝冷笑 或许 这无尽恶鬼真的是很危险 但是 王尘却是不以为意 他却少得救恶鬼 对于别人来说 这是灾难 但是 对于王尘来说 这是伏地 或许 这是当初设定这个危险阵法的人都没想到的 一声怒喝之下 王尘迅速地祭出了万鬼令 手腕一抖 万鬼令出现 黑光闪烁 寒意声腾 嗡嗡 似乎感受到了恶鬼的气息 万鬼令甚至是有一些兴奋地跳跃了起来 嗚嗡嗡 而这时候 那些原本朝着王尘逼近而来的恶鬼 却是突然感觉到了威胁 猛然朝着后方暴退而去 显然 万鬼令的气息 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哲 诸天恶鬼 听我号令 收 见到恶鬼纷纷退去 王尘哪里会错失良机 手腕一抖 万鬼令一挥 他大声地喝道 真原力轰然涌入到万鬼令当中 同时 王尘张口喷出了一口金血 滋滋滋 金血瞬间融入到万鬼令之内 万鬼令颤颤抖了一下之后 黑光更是暴涨 一瞬间 仿佛将整的通道吞噬 呼呼呼 狂风大作 一股股强大的吸力诞生而出 以万鬼令为中心 这一股吸力朝着四周覆盖而去 对于这一股吸力而言 那些恶鬼似乎没有太强大的抵抗力 噢噢噢小声连成一片 震耳欲聋 让人心中发麻 下一刻 看到点点鬼火开始飘飞而来 融入到万鬼令当中 一个 两个 最后两成一片 鬼火无尽开始纷纷涌入到万鬼令之内 犹如海水蔓延 又犹如鱿河涌动 这一刻 万鬼令开始了无尽地吞噬 第1558章黑白鬼王 呼呼呼 狂风呼啸 在这个通道当中 无尽的鬼火 此刻正在迅速地减少 100 1000 不知道多少恶鬼请客之间被万鬼令吞噬 王晨的梅雨之间多出了一丝兴奋 这万鬼令自从炼化之后 始终无法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原因无它 只是因为恶鬼的数量太少罢了 而如今 这个通道内出现的无尽恶鬼 对于王晨来说 显然是在好不过的存在了 这对于王晨来说 简直就是最好的事情 呼呼呼 在狂风的呼啸 在疯狂的吞噬当中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 那无尽的恶鬼全部被万鬼令给吞噬了起来 恩 只是 当鬼火消失的时候 王晨却是眉头一皱 哼 还给我躲 一声冷哼 王晨眼神冷冷地朝着通道的深处看去 话音落下 王晨冷冷地 一步步地朝着通道深处而去 因为 这一刻王晨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在这样的通道之内 在这样无穷恶鬼聚集的地方 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积淀 甚至是千万年的岁月积淀 不可能不出现一两个强劲的恶鬼 之前 王晨收拢的那些恶鬼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达到星辰级的 都是属于寻常恶鬼 而星辰级以上的恶鬼 却是无意出现 这能不让人感觉疑惑 就算当初死亡在这边的那些人当中 无疑是星辰级的 那又如何 千年万年的岁月积淀 恶鬼之间的相互吞噬 足以诞生强悍的恶鬼之王 恶鬼之王统领这边的万千恶鬼 而现在 恶鬼之王还未出现 这本身就是说明了问题 给我出来 一声冷横 王晨真元力猛然灌注到了万鬼令当中 轰 受到王晨真元力爆发的灌注 万鬼令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仿佛要爆炸了一般 在这轰鸣声当中 万鬼令发出一阵浓烈的黑光 朝着前方铺天盖地的覆盖而去 呜呜呜呜 直到这一瞬间 在黑光的笼罩之下 发出了两声尖锐的怒吼声 在王晨的前方 此时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白 一黑 这是一男一女 蓝的面色猙獰 脸庞更是仿佛千疮百孔 让人看着不寒而栗 而那个白女女子 则是面色清朗 苍白无比 倒是有一些角色风范 两个鬼王 看到这两道身影出现 王晨眉头一挑 冷横了一声 这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无疑都是鬼王 没想到 在这个通道之内 竟然容纳了两个鬼王 这更是让王晨感觉到了稀奇 没想到 你还是发现了 面对王晨 让人感觉意外的是 那个白衣女鬼竟然口吐人言 语气冰朗 一番话 仿佛让空气凝结 他看着王晨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插了你 黑衣男鬼则是展现出了青面獠牙 朝着王晨沉声说道 净化出了智慧的鬼王 两人的话语 让王晨脸色一变 下一刻 却是冷横了一声 净化出智慧的鬼王 这倒是少见 我恶鬼领域正好缺少主导的鬼王 你们正好 紧接着 王晨淡淡地说道 有智慧的鬼王 这可是极其稀少的 根据当初王晨融合的一丝无忧老人的记忆 王晨知道这样的鬼王绝对当属极品 就算是当初的无忧老人也只是找到了一个罢了 没想到 现在 王晨竟然碰到了两个 而且 这样鬼王最大的作用就是主持阵法 有智慧的恶鬼和没有智慧 只会杀戮的恶鬼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样的恶鬼 更是具有强大的成长力 王晨心动了 万鬼令 你是无忧的传人 在王晨想着如何收服这两个恶鬼的时候 突然一句叹息声从白衣女鬼的口中传来 此时王晨甚至产生了一种感觉 似乎这个白衣女鬼看着她的眼神 有一些复杂 无忧 女鬼的话 更是让王晨心中狂跳了一下 无忧老人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无忧老人 难道 无忧老人可是六千多年前的爵士强者 这两个鬼王竟然 这最起码说明一点 他们存在了也有六千多年的时间了 你们是谁 王晨脸色变幻之后 晨生问道 无忧果然没死 没有回答王晨的话 女子悠悠地叹息道 她 在何方 万鬼令 为何落入你的手中 女鬼抬头看着王晨 一步步接近过来 然后询问道 无忧已死 被我恋化 王晨犹豫了一下 晨生说道 她没有隐瞒 因为 刚才在敏锐的洞察力之下 王晨察觉到了 那个男鬼在女鬼说道无忧的时候 面色变得更加猙獰了起来 这让王晨断定 这两人跟无忧绝非寻常关系 甚至 他们跟无忧老人很可能是仇人 既然如此 王晨不介意将事实说出来 被你恋化 两个鬼王同时惊呼 看着王晨的眼神似乎显得不一样了起来 哈哈哈哈 无忧 哈哈哈哈 无忧老鬼 你也有今日 紧接着 男鬼更是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六千年前 无忧祸害天下 以无上实力 万鬼全杖心风血雨 后招惹当时天下数十高手围攻 最终决战死亡大峡谷 那一战 昏天暗地 那一战 死伤无数 最后 无忧老人肉身被灭 灵魂逃走 万鬼令下落不明 而数十高手 也是仅剩几个 男鬼大笑之时 女鬼则是叹息了一声悠悠地说道 你们 女鬼的话 让王晨眉头紧锁 他不知道 女鬼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不知道这一番话当中又蕴含着什么 只是 隐隐地 凭借着直觉 王晨却是感觉 眼前的两个鬼王似乎与那一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与清风便是参与那一战的人 也是存活下来的两个人 女鬼继续说道 格 一番话 让王晨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什么 眼前的一黑一白两个鬼王竟然 竟然是六千年前 那一战之后存活下来的强者 那他们的实力到底又是如何的强悍 当时的无忧老人 他的实力根据王晨的判断 最起码是达到了纯阳级 而且绝对是纯阳级当中的顶尖强者 那么 眼前这两个鬼王生前也很有可能是达到了纯阳级的强者 甚至更强 但是 这样的两个人如今为何会出现在魔界之内 出现在这个怪异的通道当中成为镇守通道的鬼王 数千年前 天旋大陆 到底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你们 王晨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一刻 王晨早已经是没有了之前的心情 相反 他整个人此时显得紧张无比 眼前的两个鬼王若当初真的是纯阳级强者的话 那也难怪他们在死亡之后 依旧保持着智慧和记忆 纯阳级强者 已经不是寻常之人了 而且 若是这样的话 他们如今的实力 王晨心中更是狂跳 这两个鬼王的实力必然深不可测啊 这个恶鬼通道之内 万千恶鬼又算什么 或许集不上他们一根手指头 若是他们真要动手 就算是以恶鬼之力也能够碾压自己 王晨冷汗淋漓 哈哈哈哈 小鬼滚 滚出此地奉还恶鬼 我饶你一命 否则 死 在王晨脸色连连变换之时 男鬼大声地喝道 若你是无忧传人 刚才 你便已死 旅鬼则是淡淡地说道 两人的话 让王晨面色变得沉重了起来 滚出此地 并且奉还万千恶鬼 或许这相比起自己的性命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 既然前辈是六千年前的强者 为何会置身如今魔族境内 王晨没有立刻做出选择 而是突然询问道 哼 听到王晨的话 男鬼冷横一声 六千年前一战之后 我与清风重伤 死亡峡谷深处 本就留着一条魔界与天玄大陆缝隙 恰逢魔界之内一大能冲破缝隙杀入天玄 我与清风不得不拼力抵挡 后有数名强者封印裂缝 我与清风进入魔界 重赏之下 我们失败 被魔界大能封印拘魂 之后便受封印之力 守护此地千万年 女子悠悠叹息 他的话 让王晨再次动容 死亡大峡谷 竟然留着魔界与天玄大陆的通道 无忧老人在被击败之后 竟然还发生了别的变故 而这一男一女两个鬼王然是为了抵挡魔界 大能不得不带着重伤之躯进入魔界 最后竟然沦落到这样的下场 这让王晨都忍不住唏嘘一般 跟我走 我能为你们重塑今生 恢复万古之躯 下一刻 王晨在难鬼就要动手之前 眼神一闪 突然说道 此刻 王晨的言声很是认真 看着两人 他静静地等待结果 这是王晨突然想到的一个解决办法 他 不能让这两个鬼王留在此地 虽然 如今再想要收服两个鬼王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 纯阳级的强者 就算是只剩下灵魂 依旧是强大无比 王晨很难对付 就算是有万鬼令在手 也是如此 但是 最起码 王晨能够做一些事情 第1559章目的 跟我走 我能为你们重塑今生 恢复万古之躯 看着两个鬼王 王晨此时沉生说道 恩 一番话说完 两个鬼王身形一顿 看着王晨 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重塑今生 恢复万古之躯 这几个字犹如炸弹一般的在几个人的脑中轰鸣不断 这一刻 他们动容了 谁又愿意永远地被禁锢在这样昏天暗地的通道当中成为恶鬼 如果能够获得重生的机会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 脸色动容之后 那个叫做清风的男鬼王却是看着王晨 你有什么能力能让我们重塑今生 他的眼神变得严肃和冰冷了起来 若是王晨敢在这边信口开河掉起他们心中的渴望 以此来欺骗他们的话 他们断然不会饶过王晨 我们已经不是神魂之灵 若是灵体 想要重塑今生自然不难 但是 我们如今已成恶鬼 成为恶鬼 多入地狱 想要重生 谈何容易 一边的女鬼也是忍不住叹息了一生 恶鬼 两人的话 让王晨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如今 眼前的这两个鬼王可是与当初的灵战不一样 神魂与恶鬼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但是 王晨确实不在乎这么多 他既然开口 断然是有了万全之策 想到这边 他低头沉吟了一下 玄冥水 冰破神域 天之域 乾坤木 王晨开口喃喃着说道 嘶 王晨的这一番话 顿时是让眼前的清风和女鬼都瞪大了眼睛 什么 小子 你 竟然有乾坤木和天之域 两人此刻震惊了 玄冥水 冰破神域 这两个东西虽然稀罕 但是眼前的清风又怎么会没有见过 要知道 当初的他可是纯阳级的大能 全冥水和冰破神域是为神魂重塑今生最好的材料 有这两个东西便能够让神魂重塑今生 但是 这对于清风和女鬼来说 作用确实不大 因为 他们是恶鬼 恶鬼重塑今生就是逆天 需要更多的珍宝 其中 天之域与乾坤木无异便是其中的两个至宝 天之域 凝炼神魂 对于武者本就有天大的好处 能够抵抗心魔 清明灵台 对于恶鬼来说 可以起到洗涤罪恶 净化灵魂的效果 如此便能够让恶鬼朝着神魂进行演变 这是恶鬼想要重塑今生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是 天之域太珍贵了 就算是六千年前强者的他们也难以获得 这东西 可遇而不可求 极其稀少 没想到 眼前的王臣竟然有 还有乾坤木 这本是凝炼原力之兵和神兵的最好材料 但是 对于恶鬼来说 想要重塑今生单单有天之域 玄冥水和冰魄神域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乾坤木 乾坤木之内蕴含无穷生机 这些生机能够为他们驱逐死亡的气息 这四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便是有了重塑今生的资本了 六千年来 清风第一次感觉心动 他看着眼前的王臣 眼中闪烁着金光 面色却是似乎变得更加猙獰 小子 你敢骗我 我必杀你 看着王臣 清风沉声说道 你当真有这四样东西 于恶鬼也是忍不住激动地询问道 谁又会不想获得这样重火的机会呢 恩 有 王臣点了点头 肯定必说道 他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这还真是造化弄人啊 若是寻常人 这四样东西 任何一个都算得上极其珍贵 但是 王臣却是恰好有 紫霄殿堂 王臣想到了北疆最神秘宗派紫霄殿的秘境 紫霄殿堂 这四样东西当初便是他在紫霄殿堂之内获得 其中玄冥水与冰魄神域更是已经让灵战与灵雨重塑今生 如今却是再次派上了用场 至于天之玉和乾坤木 以如今王臣的实力 还是难以用上 最起码 需要踏入到玄月级之后才可能练化得了这两样至宝 如今却也是可以用到了 这不是造化 又是什么呢 当真 王臣的确定 让男鬼与女鬼都是激动了起来 不过 这四样东西的存在 也只是说明有了机会 想要重塑今生 在激动之后 女鬼却是再次叹息了一生 想要重塑今生 这四样东西还是不足以保证成功 若是加上圣花丹呢 王臣突然说道 斯 再次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女鬼与清风都是瞪大了眼睛 他们甚至失声叫道 圣花丹 你说的是传说中的圣花炼制的丹药吗 两人一下子扑到了王臣的面前激动地问道 圣花活死人而肉白骨 你天道而转轮回 若是有此物 他们必定能够重生 六千多年了 六千多年来 在这个地方 被禁锢在这个阵法当中 他们甚至是已经绝望与麻木 谁能想到 如今却是看到了希望 而且 这个希望现在就摆在他们的眼前 这让两人能不激动 小子 你 到底是谁 在激动之后 清风却是突然冷静了下来 他退后了几步 冷冷地看着王臣询问道 他似乎这才意识到了一点不对劲 天之欲 冰破神欲 玄冥水 乾坤木 这四个东西本就难得 他竟然都有 这已经是让人是难以置信了 而现在 他竟然还获得了传说中的圣花 这 让人不得不怀疑一下 我 天旋大陆神无血脉 看着两人 王臣眼中金光一闪 他突然说道 哼 下一刻 王臣突然爆发出了自己的气势 随着王臣的气势爆发 一股恐怖的气息泥漫而开 对于这两个鬼王王臣不打算隐瞒 虽然 如今这两个鬼王实力强悍无双 若是他们产生歹念动手斩杀的话 王臣会相当危险 但是 他却是丝毫不拒 一方面 万鬼令在手 这让王臣有了十足的底气 万鬼令专门克制恶鬼 最起码 能够让王臣保住性命 另外一方面 这边明显有正法限制恶鬼 否则以两个纯阳及强者化为的鬼王实力 这一个通道怎么可能禁锢他们六千余年的时间 这断然是不可能的 王臣只要借助万鬼令镇压 迅速离开这个阵法 他便也能够安然无恙 这让王臣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血脉身份 当然 更主要的一方面却也是因为王臣对两人身份的判断 最起码 这两人生前肯定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 这从今日他们的表现便可以看出来 若是穷凶极恶之徒的话 他们早已经动手了 以他们两人如今的实力 照样能够给王臣带来巨大的威胁 而不是让王臣离开 这也是王臣决定说出自己血脉身份的主要原因 真神 真神 血脉 你 你 你当真是神武战家 真身血脉 这一股气息让清风脸色再次动容 他看着王臣瞪大了眼睛 至于女鬼 则是眼中金光一闪 看着王臣的眼神越发地复杂了起来 真神血脉 女鬼此时心中也是难免波澜起伏 那个至高的家族吗 如果是他们的话 便不意外了 要知道 万年前 真神血脉的战家 那可是顶天的家族 神的代言者啊 虽然 六千年前 战家已经是因为人才凋零开始没落 但是 依旧掩盖不住他们的辉煌和地位 皇者及真身血脉 深吸一口气 清风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你为何要帮我们重塑今生 想要让我们帮你做什么 片刻之后 清风看着王臣沉声询问道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眼前的男子为何要耗费这么多珍贵的材料 帮助他们重塑今生 这是一个问题 他深深的看着王臣 企图看出一些什么 鱼鬼也是脸上带着一丝好奇看着王臣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天下将会聚变 你们 帮我 听到两人的话 王臣沉声说道 这便是王臣的目的 如今 天下大变 局势不可改变 随着实力的提升 随着接触层次的提升 王臣越发的觉得世界很大 强者众多 虽然如今王臣有灵战和灵雨帮助 甚至还有一个实力不明的涅槃强者 凤女换武 但是这还不够 大争之事 大乱之事 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单薄 如今的王家 看起来貌似强大 实则抵运太少 怎能与存在了千万年的六大家族媲美 还有那些体质家族 以及深不可测的圣山 这些地方的隐藏实力到底又有多少 还有四个圣地 清天愁说过 如今的王臣见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残影罢了 而水底深处又有多少激流涌动 王臣不清楚 就算是战甲和藤家 背地里面的实力 也是恐怖无双 这让王臣怎能放心 更主要的是来自魔界和赤月大陆的压力 赤月大陆 强者不少 暗影流沙等人便已经是恐怖无比了 而魔界这边呢 更是强者如云 年轻一代 强者辈出 葛浩等人 实则是佼佼者 全越级强者更是不少 王家 在这样风雨当中飘摇 实则脆弱 烧有不慎 便可能彻底覆灭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 王臣除了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之外 他必须获得更多的帮助 比如说眼前的两个鬼王 当初的纯阳级强者 如今就算身为恶鬼 实力依旧强悍 若是能够重塑今生 固然六千年的岁月 让他们能量流逝惨重 但是 有那种境界存在 他们迟早能够恢复强悍实力 若是得到这两个强者的协助 王家 在这一场风雨当中 必然有更大的把握 面对两人 王臣此时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他要让两人为他所用 第1560张收服鬼王 天下巨变 难道 只是在王臣话音落下之后 清风和女鬼的神色却是同时大变 尤其是清风 他的身形占斗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来到了王臣的面前 天下巨变 可是三界合一 清风的脸色显得有一些紧张 三界合一 王臣听到这一番话 神色也是一顿 三界合一 难道说的便是赤月大陆 魔界和天玄大陆三界要合并起来了吗 这让王臣的神色瞬间变得极其严肃了起来 若是真的如此的话 那当真是要天下大乱了 难怪连清天仇那样的强者 也是没有把握在这一场动荡当中生存下来 而且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也是这个可能性最大 三界合一 但是天下大便是必然的 王臣沉生说道 三界合一 应该错不了了 清风面色肃然 他叹息了一声 千月 你看呢 同时清风朝着女鬼询问道 千月 这便是女鬼生前的名字 应该是如此 看来 魔界还未死心 赤月大陆也是如此 千月点了点头叹息道 好了 小子 你走吧 下一刻 突然清风却是张口朝着王臣说道 这一番话 让王臣脸色一变 眉头紧锁了起来 六千多年了 外面的事情 与我们无关 我们不可能为你效力 清风冷冷地说道 虽然 重塑今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诱惑 然而 面对王臣开出的条件 清风却是选择了拒绝 重塑今生之后 要帮王臣效力 这等于是 禁过了自己的灵魂 禁过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跟现在待在这边 又有什么区别呢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牢笼 或许是更大一点的牢笼罢了 清风是强者 曾经的纯阳级强者 他的灵魂 他的自尊 不允许他却那么做 不允许卑躬屈膝的寄人理下 最起码 如今在这边 已经没有人能够束缚他 要求他做什么事情了 清风的话 让王臣一愣 而后露出了一丝笑意 前辈放心 我觉悟禁锢之意 我不需要你们签订任何的灵魂契约 不需要精血契约 我只需要前辈一个承诺 而且 若是重塑今生 我断然不会禁锢前辈自由 天大敌人 任凭前辈翱翔 我所要求的只有一点 在这一场动乱风雨当中 若是我家族有难 我宗害有难 希望前辈能够出手相助 若是在这一场动乱当中 我天玄大路岌岌可为 我需要前辈出手相助 其余的 我断然不会劳烦前辈 前辈就当我家族名誉长老 如何 王臣知道了清风在担心什么之后 反倒是冷静了下来 他不会要求清风去做太多的事情 毕竟 王臣想要帮助清风和千月重塑今生 也只是为了能够在风雨动乱当中 保护王家和新陈宗的安危罢了 至于其余的 王臣并不想去要求 因为他也很清楚 如此强者 怎么可能任凭一人禁锢呢 这样 王臣的话 让清风与千月相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诧异 没想到 他的要求仅此而已 这 反倒是让两人感觉意外 下一刻 两人陷入沉默当中 许久许久之后 在王臣的等待之下 终于 清风抬头 若是如此 我便答应 清风深吸一口气说道 不过 我与千月如今化身恶鬼六千余年 实力大减 若是想要恢复当初实力 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 需要庞大资源 清风陈吟道 我可以为两位前辈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源 王臣保证道 好 那边如此病了 我与千月当你家族名誉长老 以家族与宗派弱势遇险 我们出手相助 若是天玄大陆到了绝境 我们也必然亦不容辞 清风总算答应 毕竟 王臣的条件太诱人了 若是能够得到自由 能够得到生命 他们又怎么可能甘心在这边当永远的厉鬼呢 如此便好 那前辈看何时重塑今生 见到清风总算答应 王臣露出了一丝喜意询问道 此事已早不宜迟 恩 此事不及 我与千月便先进入你万鬼令之内滋养魂体 六千年的岁月 我们浪费了太多的灵力 这一段时间 大约需要三个月 三月之后 月圆之夜 我们便会开始重塑今生 清风沉吟道 如今你在魔界 看你万鬼令也是初步恋化 我与清风可以保你一命 这三个月之内 若是你遇到危险 我可以出手相助一次 千月补充道 这算是他们的外给王臣的一个报答 魔界之内 处处为基 以王臣如今的实力 尚且散布得强者 而千月与清风固然沉寂六千余年 但是 威严不见 若是以他们之力驱动恶鬼领域与弯鬼令的话 想要保护王臣一次 断然不难 好 哈哈 那便如此说定了 千月的话 让王臣露出了更多的兴奋 三个月 一个条件 正好一个月之后 他要进入神魔府邸 在神魔府邸之内 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也不知道 若是能够得到两人的帮助 王臣有了巨大的把握 小子 我与千月便先进去了 或许 你可以到后方的密室看看 当初那个老鬼留下了一些东西 对你或许有助 随着事情说定 清风朝着王臣看了看说道 修修 下一刻 他与千月化为一道流光冲入到了万鬼令当中 嗡嗡 随着两个强大的鬼王进入万鬼令 顿时万鬼令变得金光流转 发出一阵轻盈的嗡嗡声 万鬼令似乎一瞬时间变得强大了起来 后方密室 看着消失的两人 王臣呼出了一口气 他朝着通道深处看去 那边 就是密室了吧 清风最后说的一番话引来了王臣的兴趣 在密室当中到底会隐藏什么东西 带着这一点好奇 王臣缓缓地朝着密室走去 前进了约莫数百米 这一路来 王臣倒是没有遇到太大的威胁 或许 这个洞府当中 最大的威胁便是之前的那个恶鬼阵法了吧 万千恶鬼 加上生前是纯阳级强者的灵魂在这边镇守 这样的阵法 就算是寻常弦阅级强者也是很难闯入 想来 后面也没有更大的危险了 数百米之后 王臣的前方豁然开朗了起来 这是一片空地 一个偌大的空间 在前方 则是一个石门紧闭的密室 应该就是清风口中所说的那个密室了 只是 王臣没有贸然前进 他眯着眼睛看着这一片空地 很快的 王臣便是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灵力流淌不对劲 加上王臣如今对天道的感应 更是感觉 这一片约莫五六十米的空地竟然有空间扭曲的迹象 这代表着这空地之上隐藏着极其强大的阵法 若是一个不小心贸然前进 很可能被卷入到混乱时空当中 甚至是引发某些强大的阵法运行 这就是这一个洞府最后的守护了 看着这些 王臣眉头紧锁着 正法 他深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神魂彻底的释放而出 王臣用神魂探索着这个空间的一切 原来如此 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王臣突然睁眼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走 紧接着王臣一声冷哼 脚步塌开 天罡地煞 这就是这个空地当中的奥秘 没想到 魔族当中竟然也有这样的阵法高手 若不是王臣去过天城的话 对这个阵法或许还当真是有一些束手无策 但是 现在却是截然不同 天罡地煞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 这不就是王臣在天城之内走过的路吗 如今 在这边再一次出现了 若是没有领悟其中的奥妙 胡乱的前进 不但无法接近近在咫尺的密室 甚至会进入另外的时空当中 而且 会引发时空风暴 时空乱流 瞪瞪瞪 天罡心魏步伐踏出 王臣身形飘忽不定 一步 两步 比起当初 这一次王臣轻松了许多 当初 踏出天罡地煞步伐 王臣着实是感觉吃力疲惫 而如今 在强大的新陈九级巅峰实力的帮助之下 却是减小了不少的压力 瞪瞪瞪 脚步声清晰可闻 震撼人心 王臣一步步的前进 三十六天罡步伐转眼之间踏完 王臣踏入到了七十二地煞星魏当中 左右一动 前进后退 王臣有条不问 终于 在七十二地煞星魏也踏出了之后 王臣呼出了一口气 这一刻 他已经是来到了石门之前 开 周深真元力爆发而出 王臣猛然双手朝着这个石门推去 弄弄弄 数百万金具力爆发而出 厚重的石门在这样的力量之下 瞬间开始移动 低沉尖锐的摩擦声传来 石门缓缓地被王臣朝着旁边推去 一点点移动 这一刻 尘封了六千余年 冷清了六千余年的洞府 终于是要展现在王臣的面前 在这一刻 当我2021年 再不懂 走吧 解叩 快叩 开始 走 走